宣讀讨论事项 委员赖瑞隆等17人拟据 投资经营非我国籍渔船 管理条例修正草案 委员赖瑞隆等17人拟据 逾越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逐条讨论 讨论事项宣读完毕 好 我们现在呢要请提案委员 说明首先请 黄昭顺委员说明 提案要指 黄昭顺委员 黄昭顺委员不在场 好 接着请蔡培会委员 那我不予说明 因为都已经在提案里头了 接下来请赖瑞隆委员 说明提案要指 赖瑞隆委员 赖瑞隆委员不在现场 好 接下来我们今天的法案 要并案审查 本案在5月5号 已经寻达完毕 现在我们进行广泛的讨论 那广泛讨论 请问有没有人要登记发言 请问广泛讨论 有没有要登记发言 请问广泛讨论 有没有要登记发言 OK 好 那么我们 就是 我们登记讨论的时间 我想我们就保留10分钟 看有没有委员要登记 我们到9点12 那登记发言的人 每个人发言的时间是6分钟 那我们现在 先休息10分钟 来请他们登记 请大家登记发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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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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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条条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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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违反国际渔业组织报告程序未向该组织报告或虚报至渔捞作业 17.未受规范渔捞作业指下列情形 1.无国际渔船非国际渔业组织会员国或补鱼实体之渔船 在国际渔业组织试用海域内从事违反该组织养护管理措施之渔捞作业 2.以违反国际法赋予国家养护海洋渔业资源责任之方式 于未实施养护管理措施之海域从事违捞作业或捕捞 未实施养护管理措施海洋之渔业资源 18.传岸籍国指船舶所有指船舶有资格悬挂之国旗所属国家 19.专属经济海域指临接临海外侧至临海基线200里间之海域 委员赖瑞隆等人提案第四条本条例用词定义如项 1.渔捞作业只探寻诱及捕捞海洋渔业资源运载卸下 储存加工渔货物或渔产品或提供补给之行为 2.渔船只从事渔捞作业之船舶舶 3.远洋渔业只使用渔船或渔公海或他国海域内 从事专属经济海域 以下简称管辖海域从事渔捞作业之行为 4.远洋渔业资源只可供渔业利用之海洋生物资源 5.经营者只经营远洋渔业者 6.从业人只渔船船舶及其他经营捕捞线下或搬运渔货或渔产品之人 7.远洋渔业相关业者只从事远洋渔业或渔产品加工运送仓储书买卖代理销售或出口 8.国际渔业组织指我国参与之依国际条例或协定所 成立之国际渔业管理组织区域或次区域渔业管理组织 9.养护管理措施指国际渔业组织为保育管理海洋渔业资源所 通过并生约束率之建议或决议案时海上转战 9.指于港区范围以外之海域将渔货物或渔产品从渔船或船舶以外转移至其他渔船或船舶以外船舶之行为 11.港内转载指于港区范围内之海域将渔货物或渔产品从渔船或渔船以外船舶转移至其他渔船或渔船以外船舶之行为 12.港口泄鱼指于港区范围内之海域卸下渔货物或渔产品之行为 13.观察员指由主管机关国际渔业组织或渔业合作国指派在渔船负责执行查核 收集资料采取生物体标本等观察任务之人 14.非法渔捞作业指下列请听者 1.渔船在国家管辖海域内未经许可或违反该国法令从事渔捞作业 2.国际渔业组织会员国渔船违反该组织养护管理措施或违反国际法有关规定从事渔捞作业 3.国际渔业组织合作非会员国际渔船违反该国法令或国际义务从事渔捞作业 15.未报告渔捞作业指下列请听并经司法军议判决确定者 1.从事违反船及国法令规定未向该国主管机关报告或虚报之渔捞作业 2.从事违反国际渔业组织报告程序未向该组织报告或虚报之渔捞作业 16.不受规范渔捞作业指下列请听者1.无国际渔船非国际渔业组织会员国或补渔实体渔船 在国际渔业组织适用海域内从事违反该组织养护管理措施之渔捞作业 2.以违反国际法赋予国家海洋渔业资源之责任方式 于未实施养护管理措施之海域从事 于捞作业或补捞未实施养护管理措施之海洋渔业资源 17.船机国旨船舶所有资格悬挂之国旗所属国家 18.专属经济海池临街临海外测至距离临海基线200里间之海域 行政院提案第五条 主管机关应运用预警原则及生态系统为基础之方式 采用可取得之最佳科学建议并参着国际条例协定及养护管理措施 定定下列事项之行动计划并公告之一 海洋渔业资源之保育管理利用及最大可持续生产量之维持 2.海洋渔业资源及海洋生态环境改变之因应措施 3.远洋渔业之发展目标发展策略及计划实行步骤 4.鱼捞能力及海洋渔业资源之横平措施 5.远洋渔业能力资源之训练及相关科技之发展 6.与他国及国际渔业组织之合作 7.预防制止及消除非法未报告及不受规范鱼捞作业 8.其他有效管控远洋渔业相关事项 委员黄昭顺等人提案第五条 主管机关应用预警原则及生态系统为基础之方法 采用可采取之最佳科学建议并参着国际条例协定及养护管理措施 订定下列事项之行动计划并公告之 1.海洋渔业资源之保育管理利用及最大可持续生产量之维持 2.海洋渔业资源及海洋生态环境改变之因应措施 3.远洋渔业之发展目标发展策略及计划执行步骤 4.渔捞能力及海洋渔业资源之横平措施 5.远洋渔业人力资源之训练及相关之科技发展 6.与他国及国际渔业组织之合作 7.预防制止或与消除非法未报告及不受渔捞规范作业 8.其他有效管控远洋渔业相关事项 8.委员蔡培惠等人提案第五条 8.主管机关应应用预警原则及生态系统为基础方式采用 9.可取得至最佳科学建议并参着国际条例协定及养护管理措施 定定下列事项之国家行动计划并公告之 1.海洋渔业资源之保育养护管控利用及最大持续生产量之维持 2.海洋生态环境改变之因应措施 13.远洋渔业之永续经营目标及策略是 渔捞作业能力与海洋生态环境之横平措施 5.因应远洋渔业渔业渔产结构调整针对经营者从业人及远洋渔业相关业者之辅导措施 6.远洋渔业监督管理制度及其相关人力资源建制训练 7.远洋渔业人力资源之训练及相关科技之发展 8.远洋渔业远洋货物及与产品贸易击合措施 9.远洋渔业之渔货物及与产品可追溯系统 10.与他国及国际渔业组织合作 11.预防制止与消除非法未报告及不受规范渔捞作业 12.其他有效管控远洋渔业相关事项 委员赖瑞荣等人提案第五条 主管机会应用预警原则及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组织方法 采用可取得之最佳科学建议并参着国际条约制协定 及养护管理措施订定下列事项之行动计划并公告 1.海洋渔业资源之保育管理利用及最大可持续生产量之维持 2.海洋渔业资源及海洋生态环境之改变之应应措施 3.远洋渔业之发展目标发展策略及计划执行步骤 4.渔捞能力及海洋渔业资源之横平措施 5.远洋渔业能力资源之训练及相关科技之发展 6.其他与他国及国际渔业组织合作 7.预防制止与消除非法微报告及不受规范渔捞作业 8.其他有效管理远洋渔业之相关事项 第二行政院提案第二章远洋渔业许可及管理 8.委员黄昭顺等人提案第二章远洋渔业许可及管理 9.委员蔡培会等人提案第二章远洋渔业许可及管理 9.委员赖瑞龙等人提案第二章远洋渔业许可及管理 9.行政院提案第六条 9.中华民国人从事远洋渔业因一渔业法取得渔业证照 并向主管机关申请核发远洋渔业作业许可 9.前项作业许可期间最长为一年 9.且不得于渔业证照有效期限 9.第一项作业许可是申请资格条件 9.应被文件程序总容许渔船传数 9.顿位数或渔舱容积 9.总容许渔货量废纸条件及其他应遵循实现 9.由主管机关定资 9.委员黄昭顺等人提案第六条 中华民国人从事远洋渔业因一渔业法取得渔业证照 并向主管机关申请核发远洋渔业作业许可 第一项作业许可之申请资格条件 9.应被文件程序总容许渔船传数 9.顿位数或渔船容积总容许渔货量废纸条件及其他应遵循实现 9.由主管机关定资 9.委员黄昭顺等人提案第六条 国人从事远洋渔业因一渔业法取得渔业证照 并向主管机关申请核发远洋渔业作业许可 第一项作业许可之申请资格条件 9.应被文件程序渔业程序许可 渔船动位数或渔舱容积总容许渔货量 渔捞作业水域废纸条件及其他应遵循实现 这办法由主管机关定资 主管机关应参考养护管理措施及公海作业规范 定期检讨远洋渔业许可之限制 委员赖瑞隆等人提案第六条 国人从事远洋渔业因一渔业法取得渔业证照 并向主管机关申请核发远洋渔业作业许可 全项作业许可期间最长为一年 且不得逾渔业证照有限期间 但经主管机关许可得延长之 第一项渔业证照之有限期间 作业许可之申请资格条件 应被文件程序总容许可量渔船数 钻位数或渔舱容积总渔容数的货量 废纸条件及其他应遵循四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资 行政院提案第七条 前条第一项之申请的有下列请勤之一者 不予合法远洋渔业作业许可 一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 二受监护宣告或辅导宣告 尚未撤销 三受破产的宣告尚未付权 是犯本条例逾约法或投资 经营非我国籍渔船管理条例所定之罪 经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行确定 尚未执行未必 缓刑尚未期满或执行完毕 缓刑期满或涉免或未满两年 五犯本条例渔业法或投资 经营非我国及渔船管理条例所定议之罪 经判处拘役或罚金确定 尚未执行未必或执行完毕或未满两年 六所经营之渔船 依本条例或渔业法 所申请的渔船 依本条例或渔业法 收回渔业证照处分 尚未执行完毕 委员黄昭顺等人提案第七条 前条第一项是申请 有限的行政之一者 不予合法远扬渔业作业许可 一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 二受监护宣告或辅助宣告 尚未撤销 三受破产的宣告尚未付权 四犯本条例渔业法或投资 经营非我国籍渔船管理条例 所定之罪 经判处有期突袭 以上行确定 伤未执行执行未必 缓行伤未期满或执行完毕 缓行期满或赦免后未满两年 五犯本条例渔业法或投资 经营非我国籍渔船管理条例 所定之罪 经判处拒异或法经确定 伤未执行执行未必 六所经营是渔业本条例 或渔业法废止或撤销 渔业证照处分未满两年 七所申请之渔业本条例 渔业法或投资经营非我国籍 渔船管理条例所处分 刑罚还尚未缴纳完毕 八所申请之渔业本条例 或渔业法收回渔业证照 处分尚未执行完毕 委员蔡培会等人提案 第七条 前条第一项是申请的 有限的情形之一的 不予合法引药 渔业作业许可 一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 二受监护宣告或辅助宣告 尚未撤销 三受破产 就宣告尚未付权 四犯本条例 渔业法或投资经营非我国籍 渔船管理条例所定制罪 经判处有期徒刑 以上执行确定 尚未执行 执行未必 缓行尚未期满 或执行完毕 缓行期满或赦免后 未满两年 五犯本条例 渔业法或投资经营非我国籍 渔船管理条例所定制罪 经判处拘役或 法经确定尚未执行 执行未必或执行完毕 或未满两年 六所经营至渔船 以本条例或远扬 渔业废止或撤销 渔业证照处分未满两年 七所申请至渔船 以本条例渔业法或 投资经营非我国籍 渔船管理条例所处罚 罚还尚未缴纳完毕 八所申请至渔船 因本条例或渔业法 收回渔业证照处分 尚未执行完毕 委员赖瑞隆等人提案 第七条 前条第一项是申请的 有限的行情之一者 不予合法远扬 渔业作业许可 一无行为能力或 限制行为能力 二受监护宣告或 辅助宣告 尚未撤销 三受破产制宣告 尚未付权 四犯本条例渔业法 或投资经营非我国籍 渔船管理条例所定制罪 经判处有期徒刑 以上执行确定 尚未执行 执行未必 缓行尚未起码 五犯本条例渔业法 或投资经营非我国籍 渔船管理条例所定制罪 经判处居欲或罚金 确定尚未执行 执行未必 六所经营制预传 一本条例或渔业法 废止或撤销 渔业证照处分未满两年期 所申请制预传 一本条例渔业法 或投资经营非我国籍 渔船管理条例所定处罚 尚未执行未必 八所申请制预传 一本条例或渔业法 收回渔业证照处分 尚未执行完毕 行政院提案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主管机关不予合发渔船 远洋渔业作业许可 以合发者应变更限制或废止之一 养护管理措施限制之变更 二因我国与他国 或国际渔业组织 资商之结论 三受成立中国 三受成立中国籍渔业组织 自卫性或暂时性 养护管理措施之限制 四渔业合作国对该国管辖 海域内作业之他国渔船 欠缺管控机制 五渔业合作国被他国 国际渔业组织或其他经济 整合组织列为打击非法 为报告及不受规范 渔捞作业不合作之国家 或打击非法 为报告及不受规范 渔捞作业不合作 警告名单之国家 两年以上 六为管理海洋渔业资源所需 委员黄洪招送委员提案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主管机关不予合发渔船 远洋渔业作业许可 以合发者应变更限制或废止之一 养护管理措施限制之变更 二因应我国与他国 或国际渔业组织之商之结论 三受成立中国 及渔业组织自愿性或暂时性 养护管理措施限制 四渔业合作国 对于该国管辖海域内作业之 他国遗传欠缺管控机制 五渔业合作国 被他国国际渔业组织 或其他经济整合组织 列为打击非法 为报告及不受规范 渔捞作业不合作之国家 或打击非法 为报告及不受规范 渔捞作业不合作 警告名单之国家两年以上 六为管理海洋渔业资源所需 委员蔡培会委员等人提案 第八条 有下来请您之一者 主管机关部以何发 渔专远洋渔业作业许可 以何发者应变更限制或废止之一 养护管理措施限制之变更 二因应我国与他国 国际渔业组织之商之结论 三因应成立中国 及渔业组织自愿性或暂时性 养护管理措施之限制 四渔业合作国 对在该国管辖海域内之作业 他国遇传欠缺管控机制 五渔业合作国 被他国与国际渔业组织 或其他经济整合组织 列为打击非法 为报告及不受规范 渔捞作业不合作之国家 或打击非法 为报告及不受规范 渔捞作业不合作 警告名单之国家两年以上 六为管理海洋渔业资源 或生态环境所需 委员赖瑞隆等人提案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 惹出关机关不与合发渔船 远洋渔业作业许可 以合发者应变更限制或废止之一 养护管理措施之限制变更 二因应我国与他国 国际渔业组织之商之决定 三受成立中国 受成立中国际渔业组织 自愿性或暂时性 养护管理措施之限制 四渔业合作国 对在该国管辖海域内 作业之他国渔船欠缺管控机制 五渔业合作国 被他国国际渔业组织 或其他经济整合组织 列为打击非法未报告及 不受规范 渔捞作业之不合作国家 或打击非法未报告及 不受规范 渔捞作业之不合作 警告名单之国家两年以上 六为管理海洋渔业资源所需 行政院提案第九条 从事海洋渔业市渔船 因装设船尾回报器及电子 渔货回报系统 使得出港 前向船尾回报器之规格 由主管机关公告之 委员荒招顺等人提案第九条 从事远洋渔业市渔船 因装设船尾回报器及电子 渔货回报系统 使得出港 前向船尾回报器之规格 由主管机关公告之 委员蔡培会委员等人提案第十条 从事远洋渔业制渔船 因装设船尾回报器及电子 渔货回报系统 使得出港 前向船尾回报器 电子渔货回报系统 及监督管控中心设备之规格 及使用办法 由主管机关订定并公告之 第一项船尾回报器 及电子渔货回报系统 扶导使用办法 及监督管控中心设置 设备监督管控办法 由主管机关考量 远洋渔船经营形态 差异订定并公告之 委员赖瑞隆等人提案 第九条 从事远洋渔业制渔船 因装设船尾回报器及电子 渔货回报系统 使得出港 前向船尾回报器及电子 渔货回报系统 这规格由主管机关 远洋渔业船经营形态之差异 订定并公告之 第十条 行政院提案第十条 从事远洋渔业制渔船 应遵守养护管理措施 及公海作业国际规范 前向养护管理措施 及公海作业国际规范 所定下列各款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制 1. 作业海域及作业期间 2. 渔具渔捞方法 混或寄闭措施 3. 渔货总类之限制或禁止 4. 渔货总数量之限制或配合 5. 填报及缴交 渔捞日制渔货通报 6. 渔据标示渔船船尾回报管理 7. 渔货物处理方式 8. 转载或泄于港口之指令 及管理9. 渔船作业观察或检查 10. 渔货证明 证书核发 11. 其他渔船作业之相关管理事项 我言黄昭顺等人提案第10条 从事远扬渔月制渔船 因遵循养养护管理措施 及公海作业国际规范 前向养护管理措施 及公海作业国际规范 所定下的各款事项 这办法由主管机关定制 1. 作业海域及作业期间 2. 渔具渔捞方式 混货击毙措施 3. 渔货总类限制或禁止 4. 渔货数量限制或配额 5. 填报缴交 渔捞日制渔货通报 6. 渔船标示 渔具标示 渔船船尾回报管理 7. 渔货处理方式 8. 转载或泄于港口之指令 9. 渔船作业观察或检查 10. 渔货证明书核发 11. 其他渔船作业之相关管理事项 委员参培会委员提案第9条 从事远洋渔业制渔船 因遵循管理养护措施 及公海作业国际犯 主管机关因参着 养护管理措施及公海作业国际规范 并考量远洋渔船经营形态差异 依下列四项奠定办法 1. 渔捞作业海域及其间 及禁渔区及禁渔期 2. 渔捞作业之渔具 混货忌闭措施及方法 3. 渔捞种类及体长之限制或禁止 4. 渔货数量之限制或配额 5. 填报及缴交渔捞日志 6. 渔捞作业结果之通报 7. 渔船标识及渔具标识管理 8. 渔货物资载运及处理方式 9. 载运或卸于港口之指令及管理 10. 渔捞作业观察或检查 11. 渔货证明书核发 12. 渔船及渔捞作业相关资料 公开化及透明化管理 13. 渔船作业之其他应遵循事项 前项各款事项所定之办法 因随远洋渔业作业需求定期检讨及修正 委员赖瑞隆等人提案第10条 从事远洋渔业之渔船 因遵守养护管理措施及公海作业国际规范 前项养护管理措施及公海作业国际规范 所定下列各款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制 1. 作业海域及作业期间 2. 渔据渔捞方法混或寄闭措施 3. 渔货总类之限制及或禁止 4. 渔货数量限制或配额 5. 填报及缴交 渔捞日制渔货报告 6. 渔船标示渔据标示 渔船船位回报管理 7. 渔货物处理方式 8. 转载或泄于港口式指定及管理 9. 渔船作业观察或检查 10. 渔货证明书核发11 其他渔船作业之相关管理事项 行政院提案第11条 从事远扬渔业渔业之遗船 未经主管机关许可不得为 海上转载港内转载或港口 限于主管机关并得派员或 委托专业机构实地查核 受查核人员不得规避妨碍或拒绝 前项许可之申请资格条件 应被文件程序海上转载 港内转载或港口限于 通报事项与程序查核废止条件及 其他因遵循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职 委员黄昭顺等人提案第11条 从事远扬渔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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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 未经主管机关许可不得为 海上转载港内转载或港口限于 主管机关并得派员或 委托专业机构实施查核 受查核人员不得规避妨碍或拒绝 前项许可之申请资格条件 应被文件程序海上转载 港内转载或渔口限于 第一项 可之申请资格条件 应被文件程序海上转载 港内转载或港口限于 之通报事项与程序查核废止条件 及其他因遵循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职 委员赖瑞隆等人提案第11条 从事远扬渔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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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主管机关许可不得为 海上转载港内转载或港口限于 但我国渔业与国外渔业合作国 指定之港口不再实现 前项主管机关并得派员或 委托专业机构实际查核 受查核人员不得规避妨碍或拒绝 第一项许可之申请资格条件 应被文件程序海上转载港内转载 或港口限于之通报事项 与程序查核废止条件 及其他因遵循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职 委员赖培会委员提案第12条 主管机关得指派观察员 在渔船从事 随船观察作业渔船之经营 及其从业人员不得规避妨碍 或拒绝观察员从事观察作业 并善尽保护观察员之者 观察员欲有紧急情势 应立即回报 观察员之组织编制 观察作业规定及渔船经营者 及从业人员配合 事项由主管机关 应就养护管理措施 及公海作业国际规范 观察员之原额应 以远洋渔业之传述 及产业规模调整 由主管机关 以远洋渔业经营形态 差异定定办法 行政院提案第十二条 遗传不得进入他国管辖海域 从事渔捞作业 但取得他国许可 并经我国主管机关 核准对外渔业合作者 得在他国专属经济海域 从事渔捞作业 前向遗传之经营者 及从业人应遵循 我国主管机关 核准条件及渔业合作国之规定 并不得规避方案 或拒绝渔业合作国之检查 第一项核准之申请资格条件 应被文件程序 期限废止条件 渔业活动项目合作方式 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制 委员黄昭顺等人提案第十二条 渔船不得进入他国管辖海域 从事渔捞作业 但取得他国许可者 得在他国专属经济海域 从事渔捞作业 如为我国表列许可 合作国家可采事后报备 前向渔船之经营者 及从业人应追寻渔业合作国 之规定不得规避 妨碍或拒绝渔业合作国 之检查 委员蔡培伍等人提案 第十三条 渔船不得进入他国管辖海域 从事渔捞作业 但取得他国许可 并经主管机关核准 对外渔业合作者 得在他国专属经济海域 从事渔捞作业 前向渔船之经营者 及从业人应追寻 我国主管机关核准条件 及渔业合作国 规定并不得规避妨碍 或拒绝渔业合作国 之检查 第一项 核准之申请资格条件 应被文件程序 渔业项目合作方式 核准期间废止 及其他应证 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资 委员赖若隆等人提案 第十二条 渔船不得进入他国 海域从事渔业 渔捞作业 但取得他国同意 并向主管机关备查者 得在他国专属经历海域 从事渔捞作业 全项渔业传承经营者 及从业人应遵守 渔业合作国 但并不得规避妨碍 或拒绝渔业合作国 之检查 第一项 核准之申请资格条件 应被文件程序 期限废止条件 渔业活动项目合作方式 及其他应证 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资 请自愿提案第十三条 中韩民国人 不得有下列重大违规行为 一 无渔业证照 无第六条第一项 是远洋渔业作业许可 或收回渔业证 处分执行期间 从事远洋渔业 二 未一第九条第一项规定 装设船位回报器 或电子渔获回报系统 而出港 三 未一第十一条第一项规定 经主管机关许可 从事海上转载港内 转载或港口 谢鱼 四 未一前条第一项管理 经主管机关核准 进入他国管辖海域 从事渔捞作业 五 伪造土改 或遮蔽中英文名 船名 船及港名 渔船统一编号 或国际识别编号 至渔船标示 六 从事渔捞作业时 故意使船尾回报不正确 或使用船尾回报器 失去功能 七 有配额限制之渔种 渔船总数量 已超过主管机关 依第十条第二项 第四款锁定办法 规定许可之配额 能继续捞该鱼种 八 于禁渔期间 或禁渔区域 从事渔捞作业时 由使用主管机关 禁止之渔据时 从事未经主管机关 许可之渔业种类 十一 捕捞持有转载 或卸下销售进补鱼种 十二 为依第十条第二项 锁定办法填报 缴交鱼捞日志 或鱼获通报 十六填报不实 十三 规避妨碍或拒绝 主管机关 国际渔业组织 或渔业合作国 指派至观察员 进行观察任务 十四 规避妨碍或拒绝 第十一条第一项之查核 第十二条第二项 第十六条 第十七条第一项 第二十五条第一项之检查 第二十五条第三项 所定办法中有关机核之规定 十五 违照变更 湮灭或隐匿 有关违法本条例规定 之证据 十六 提供本船申领之渔获证明书 供他船渔获使用 或本船渔获物 持他船所领渔获证明书销售 十七 伪照变更或冒用渔获证明书 或故意使用经伪照 或变更之渔获证明书 销售渔获物或渔产品 十八 与国际渔业组织 列入非法未报告及 不受规范渔捞作业渔船 名单之渔船或无国籍船舶 联合从事渔捞作业转载或补给 十九 名之渔获物或渔产品来源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而贩卖或加工 一 有第一款至前款情形之一 二 为国际渔业组织列入非法未报告 及不受规范渔捞作业渔船名单 至渔船所补捞 前向第八款之禁渔区 第九款禁止使用之 移居第十一款禁补 渔种及第十八款 第十九款第二幕 非法未报告及 不受渔捞规范作业渔船名单 由主管机关公告之 委员黄照顺等人提案 第十三条 中华民国人有不得有下列重大违规行为 一 无渔船证照 无第六条 第一项之渔洋渔业作业许可 或回收渔业证照处分 期间从事渔洋渔业金主管机关 预定限期返回指定港口 而未返回者 但渔业证照预期非赎本款范围 二 卫一第九条第一项 规定装设船卫回报器 或电子渔业回报系统 而出港 三 卫一第十一条 第一款金主管机关许可 从事海上转载港内 转载或港口卸渔 是卫一前条第一项 取得他国渔业许可 进入他国管辖海域 从事渔捞作业 五 伪造土改或蓄意遮蔽 中英文船名 船及港名船渔船统一编号 或国际识别编码 至渔船标示 六 从事渔捞作业时 故意使船位回报不正确 或使船位回报器失去功能 七 有配额限制至渔种 渔船总数 货量已超过主管机关 一第十条第二项 第十条所定办法规定 许可是配额金主管机关 预定停止 然继续捕捞该渔种 八 于禁渔期间或禁渔区域 从事渔捞作业时 九 使用主管机关禁止是渔据 十 从事未经主管机关 许可是渔业总类 十一 蓄意捕捞持有转载 或卸下销售进补渔种 且进补渔种数量 已达明显犯益 十二 未一第十条第二项办法 填报 缴交 渔捞日制或渔获通报 或渔捞日制或渔获通报 资料 蓄意填报 不时经主管机关 预令修正而未修正或修正或 然与事实不符者 十三 规避妨碍或拒绝主管机关 回去渔劳组织或渔业合作国 指派之观察员进行观察任务 十四 规避妨碍拒绝第十条第一项之查核 第十二条第二项 第十六条 第十七条第一项 第十五条第一项之检查 第二十五条第三项所 定办法中有关击合之规定 十五 伪造变更湮灭或隐秘有关 违反本条例规定之证据 十六提供本船之渔获证明书 供他船渔获物使用 或本船渔获持有他船所领 渔获证明书销售 十七 伪造变更或贸用渔获证明书 或故意使用经伪造或变更之渔获证明书 销售渔获或渔产品 十八 与国际渔业组织列入非法 未报告及不受规范 渔捞作业渔船名单之渔船 或无国际船舶联合从事 渔捞作业转载或补给 十九 名之渔获物或渔产品 来面有下列情形之一 而贩卖或加工 一 有第一款至前款情势之一 二 国际渔业组织列入非法 未报告及不受规范 渔捞组织作业渔船名单之渔船所补捞 前项 第八款之禁渔期或禁渔区 第九款禁止使用至渔期 第十一款 禁补鱼种 及第十八款 第十九款 第恩物非法 未报告及不受规范 渔捞作业渔船名单 由主管机关公告之 委员菜培会等人提案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 惹为重大违规行为 一 无渔造证件 无第六条 第一项之远洋渔业作业许可 或收回渔业证照 处分期间 从事远洋渔业二 违反第九条 第二项第一款 锁定办法规定于 禁渔期间或禁渔区 从事渔捞作业 第三 使用一 第九条 第二项第二款 锁定办法规定 禁止之渔据或渔法 四 故意捕捞持有转载 或线下销售 一 第九条 第二项第三款 锁定办法 禁补渔种 或体藏过小 这鱼类 无 有配额限制之渔种 渔船总数 货量已超过主管机关 一 第九条 第二项第四款 锁定办法规定许可 这配额 人继续捕捞该渔种 六 故意为一 第九条 第二项 第五款 其第六款 锁定办法 填报或缴交 鱼类日制或鱼类通货 或鱼类日制或鱼货通报 资料填报 或不实 七 伪造图改 或故意遮蔽中英文船民 船及港民 渔船统一编号或国际识别 编码 编号等 渔船标示 八 故意为一 第九条 第二项 第八款 锁定办法 处理规定 鱼货物 九 未经主管 机关核准 进入非法 非指定港口 从事港内转载 或港口 谢鱼 十 经营者提供其渔船 申领之渔货证明书 供其他渔船 渔货物使用 或经营者之渔船 渔货物持有 其他渔船所领 渔货证明书 销售 十一 伪造变更 或贸用 渔货证明书 或故意使用 经伪造或变更之 渔货证明书 销售 渔货物 或渔产品 十二 唯一第十条 第一项 规定装设船位 回报器或电子 渔货回报系统 而出港 十三 从事渔捞作业时 故意使船 为回报器或电子 渔货回报系统 回报不确实资讯 或失去功能 十四 唯一第十一条 第一项 规定主管机关许可 从事海上转载 港内转载 或港口泄鱼 十五 规避防碍 或拒绝主管 机关国际渔业组织 或渔业合作国 指派至观察员 从事观察作业 十六 卫一第十三条 第一项规定 经主管机关核准 进入他国管辖海域 从事渔捞作业时期 规避妨碍 或拒绝第十一条 第一项之查核 第十三条 第二项 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 第一项 第二十六条 第一项之检查 第二十六条 第三项所定办法中 有关机核之规定 十八 未照变更 湮灭或隐匿 有关违反本条例 规定之证据 十九 与他国国际渔业组织 或他国经济合作组织 所列非法 未报告或不受规范 渔业作业 渔船名单之渔船 或无国籍船舶 联合从事渔捞作业 转载或补给 二十 名字货物或渔产品 有下来源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而贩卖或加工 一有第一款 至前款情势之一 二 设为国际渔业组织 列入非法未报告 及不受规范 渔捞作业 渔船名单之渔船 所补捞 前向第十九款 及第二十款 第二目 非法未报告 及不受规范 渔捞作业名 传名单 由主管机关公告之 委员赖瑞荣 等人提案 第十三条 国人有下列情形 重大违规行为 国人不得有下列 重大违规行为 一 无渔业证照 无第六条 第一项之渔业 远洋渔业作业许可 或回收渔业证照 处分执行期间 从事远洋渔业 二 为一第九条 第一项规定 装设船位回报器 或电子渔或回报系统 而出港 三 为一第十一条 第一项规定 金属管机关许可 从事海上转载 港内转载 或港口 限于 四 为一前条 第一项规定 取得他国许可 进入他国海峡 管辖海域 从事渔捞作业 五 蓄意伪造 土改 遮蔽中英文船民 船局港民 渔船统一编号 或国际识别编号 至渔船标示 六 从事渔捞作业时 故意使船位回报器 不正确 或使用船位回报器 失去功能 七 有配额限制至渔船 总货量 以超过主管机关 一第十条 第二项 第十款锁定办法 总之许可配合 能继续补捞 该渔船 八 渔禁止其 或禁于其 从事渔捞作业 九 使用主管机关 禁止渔据时 从事未经主管机关 许可之渔业种类 十一 续补捞持有 转载或线下 销售进补 渔船 十二 为一第十条 第二项锁定办法 填报 缴交 渔捞日资 或渔获通报 或渔捞日资 或渔获通报 资料 续补填报 十三 规避妨碍 或拒绝 主管机关 国际渔业组织 或渔业合作国 指派至观察 进行观察任务 十四 规避妨碍 或拒绝 第十条 第一项之产 十二条 第二项 第十六条 第十七条 第一项 第二十五条 第一项之检查 第二十五条 第三项 锁定办法 准有关 击合 规定 十五 伪造 变更 叶灭 或隐迷 有关 违反本条例 规定之证据 十六 提供本船 申领之 渔获证明书 供他船 渔获使用 或本渔船 持有他船 所领 渔获证明书 销售 十七 未造 变更 或冒用 渔获证明书 或故意使用 经未造 或变更 之渔获证明书 销售 渔获或渔产品 十八 与国际渔业组织 列入非法 未报告 及不受规范 渔劳作业 船名之渔船 或无国籍 船舶联合从事 渔捞作业 转载或补籍 十九 名之渔获 或渔产品 有限量来源之一 而贩卖或加工 一 有第一款 至全款 情势之一 二 受国际渔业组织 列入非法 未报告及 不受渔业规范 捕捞作业 渔船名单 之渔船 所捕捞 前项第八款 至禁渔期 与禁渔期 第九款 禁止之补鱼 第十一款 至禁补鱼种 及第十八款 非法 未报告及 不受规范 渔捞作业 传名单 由主管机关公告之 行政面提案 第十四条 中华民国人除 前条第一项 所列重大违规行为外 并不得从事协助 或其他非法 未报告或 不受规范 渔捞作业 受雇于 非我国籍渔船 之我国民 尼氏 有前项实施者 主管机关 应在 不侵害 传及国 主权下 采取适当措施 防止之 主管机关 应与国际渔业组织 或他国合作 避免遏止 国人从事 或协助 非法 未报告及 不受规范 渔捞作业 委员黄昭顺等人 提案第十四条 中华民国人除 前条第一项 所列 重大违规行为外 并不得从事协助 其他非法 未报告 或不受规范 渔捞作业 受雇于 非我国籍 渔船 至我国国民 仪式设有 前向 行事者 主管机关 应在不侵害 传及国主权下 采取 适当措施 防止之 主管机关 应以他国 国际渔业组织 或他国合作 避免 及二次国人从事 或协助 非法 未报告及 不受规范 渔捞捕据 委员蔡培会 等人 提案第十八条 国人除 前条第一项 所列 重大违规行为 不得从事 或协助 非法 未报告及 不受渔业规范之 作业 受雇于 非我国 及渔业组织 之国人 已设有 前向 之所列的事情者 主管机关 应在不侵害 传及国主权下 采取 适当 补偿 适当措施 以避免之 主管机关 应与国际渔业组织 或他国 合作 避免及 遏止国人 从事 或协助 非法 未报告及 不受规范之 余捞作业 委员 赖入容等人 提案第十四条 国人除 前条 第一项 所定 重大违规行为外 并不得从事 或协助 其他非法 未报告 或不受规范 余捞作业 受雇于 非我国 及渔业 自我国 民 尼 射入 有前向 实行者 主管机关 应在不侵害 传及国 主权下 采取 适当 适当措施 防止之 主管机关 应与国际 渔业组织 或他国 合作 避免 及 国人从事 或协助 非法 未报告 及 不受规范 余捞作业 行券提案 第十五条 主管机关 为 余捞管理 或配合 国际 余捞组织 提交 个别 余传 相关 资料 需要 的要求 经营者 从业人 或资料 持有人 提供 余获数量 作业期间 余捞 余捞 方式 船 为作业 资料 转载 卸于 销售 及其他 相关 资料 经营者 从业人 或资料 持有人 不得 拒绝 委员 黄昭顺 等人 提案 第十五条 主管 主管机关 为 余捞 管理 或配合 国际 余捞 组织 提交 个别 余传 相关 资料 需要 得要求 经营者 从业人 或资料 持有人 提供 余捞 数量 作业 期间 余捞 方式 余捞 方法 船位 作业 资料 转载 卸于 销售 及其他 相关 资料 经营者 从业人 或持有 资料 者 不得 拒绝 委员 蔡培 等人 提案 第十四条 主管 机关 为 余捞 管理 或配合 国际 余捞 组织 提交 个别 余传 相关 资料 需要 得要求 经营者 从业人 或资料 持有人 提供 余捞 数量 作业 范围 及期间 余捞 余捞 方法 传位 作业 资料 转载 线下 销售 及其他 相关 资料 经营者 从业人 或资料 持有人 不得 拒绝 委员 赖入龙 等人 提案 第十五条 主管 机关 为 余捞 管理 或配合 国际 余捞 组织 提交 个别 遗传 相关 资料 这需要 得要求 经营者 从业人 或资料 持有人 提供 余捞 数量 作业 期间 余据 余捞 方式 传位 作业 资料 转载 卸 销售 及其他 相关 资料 经营者 从业人 或资料 持有人 不得 拒绝 行政 提案 第十六条 主管 机关 或海岸 巡防 机关 得 依职 全 派员 检查 余换 与其 余货物 及余产品 余据 布具 或其他 物件 并得 询问 经营者 从业人 或资料 持有人 经营者 从业人 或资料 持有人 不得有 规避 防御 或拒绝 委员 黄昭顺 等人 提案 第十六条 主管 机关 或海岸 巡防 机关 等 依职 派员 检查 余换 与其 余货物 与产品 余据 布具 或其他 物件 并得 询问 经营者 从业人 或资料 持有人 经营者 从业人 或资料 持有人 不得 规避 妨碍 或拒绝 委员 策判 等人 提案 第十五条 主管 机关 或海岸 巡防 机关 等一期 职专 派员 检查 与传 与其 余货物 及产品 余据 布具 或其他 物件 并得 询问 经营者 从业人 或资料 持有人 经营者 从业人 或资料 持有人 不得 规避 妨碍 或拒绝 委员 赖容 等人 提案 第十六条 主管 机关 或海岸 巡防 机关 等一期 职专 派员 检查 与传 与其 余货物 及产品 余据 布具 或其他 物件 并得 询问 经营者 从业人 或资料 持有人 经营者 与公海 作业时 应接受 与我国 相互执行 公海 登检 国家 或国际 与与业组织 指定传播 之检查 与进行 登传检查 经营者 或从业人 不得 规避 妨碍 或拒绝 前线 国际与业组织 或与我国 相互执行 公海 登检 国家 指定传播 之传名 及编号 由主管 机关 公告 之 委员 黄昭顺 等人提案第十七条 与传与公海 作业时 应接受 与我国 相互执行 公海 登检 之国家 及国际 渔业组织 指定传播 之检查 进行登传检查 经营者 或从业人 不得 规避 妨碍 或拒绝 前线 国际渔业组织 与我国 相互执行 公海 登检 国家 指定传播 之传名 及编号 由主管 机关 公告 之委员 菜排会 第十七条 传播于公海 作业时 应接受 与我国 相互执行 公海登检 之国家 或国际渔业组织 指定传播之检查 进行登检 船检查 经营者 或从业人 不得 规避 妨碍 或拒绝 前线 国际渔业组织 或与我国 相互执行 公海登检 国家 指定传播之 船名 及编号 由主管 机关 公告 之第十八条 行政院提案 第十八条 渔业 设有 第十三条 第一项 锁定 重大 违规行为 且有 具体 市政者 主管 机关 应 命令 该渔业 停止 作业 巨船 黄昭顺 等人 提案 第十八条 渔业船 设有 第十三条 第一项 锁定 重大 违规行为 且有 具体 市政者 主管 机关 应 命令 该渔业 停止 作业 限期 直行至 指定 港口 接受 调查 前项 渔业船 航行 禁港 调查 等 所 衍生 费用 由 经营者 自行 负担 委员 蔡白 会等人 提案 第十九条 渔业船 设有 第十七条 第一项 锁定 重大 违规事项 且有 具体 市政者 主管 机关 应 命令 该渔业 停止 作业 限期 直行至 指令 港口 接受 调查 前项 渔业 航行 禁港 调查 等 所 衍生 费用 由 经营者 自行 负担 委员 赖日荣 等人 提案 第十八条 渔业 设有 第十三条 主管机关 应命令 该渔船 停止 作业 限期 直行至 指定 港口 接受 调查 前项 渔船 直行 进港 调查 等所 衍生 费用 由 经营者 自行 负担 行政院 提案 第十九条 依前 条 第一项 规定 抵达 指定 港口 至 渔船 主管 机关 应该船 进港 时 立即 调查 并于 该船 进港 之日起 三十日内 完成 调查 必要时 得 延长 一次 期间 以三十日 为限 主管 机关 应该船 进港 时 立即 调查 并于 该船 进港 之日起 三十日 完成 调查 必要时 得 延长 一次 期间 以三十日 为限 主管 机关 依前项 调查 尚未完成 前 渔船 不得 出港 委员 蔡培惠 等人 提案 第二十条 依第十九条 第一项 规定 抵达 指定 港口 至渔船 主管 机关 应于 该船 进港 时 立即 调查 并于 该船 进港 之日起 三十日 内 完成 调查 必要时 得 延长 一次 期限 以三十日 为限 主管 机关 依前项 调查 上未完成 前 渔船 不得 出港 委员 赖 如龙 等人 提案 第十九条 依前 条 第一项 规定 指定 抵达 港口 至渔船 主管 机关 应于 该船 进港 时 立即 调查 并于 该船 进港 之日 起 二十日 内 完成 调查 必要时 得 延长 一次 期限 以十日 为限 主管 机关 依前 前项 调查 尚未完成 前 渔船 不得 出港 行政院 提案 第二十条 渔船 有下列 情形 之一者 不得 出港 一 经废止 渔业证照 二 经 处分 收回 渔业证照 于处分 执行 期间 渔船 于主管 机关 依第35条 第三项 第36条 第一项 第三项 第40条 第二项 第41条 第一项 第二项 或第42条 规定为 废止 或收回 渔业证照 处分 前 已出港 主管 机关 应命 其限期 指定 港口 委员 蔡北会 委员 黄昭盛 等人 提案 第二十条 渔船 有下列 情形 之一者 不得 出港 一 经 废止 渔业证照 二 经 处分 收回 渔业证照 于处分 执行 期间 渔船 以主管 机关 依第34条 第三项 第35条 第一项 第三项 或第36条 第二项 规定为 废止 或收回 渔业证照 处分 前已出港 主管 机关 应命 其限期 直航 至指定 港口 委员 蔡北会 等人 提案 第二十一条 经废止 渔业证照 至渔船 或经 处分 收回 渔业证照 并于处分 期间 之渔船 不得 出港 渔船 主管 机关 依第38条 第三项 第39条 第一项 及第二项 第43条 第二项 第44条 第一项 及第二项 或第45条 规定为 废止 或收回 渔业证 处分前 已出港者 主管机关 应命 其限期 直航 至指定 港口 委员 赖瑞荣 等人 提案 第二十条 渔船 有限的 情形之一者 不得 出港 经 废止 渔业证照 二 经处分 收回 渔业证照 于处分 执行期间 渔船 于主管 机关 第39条 第三项 第40条 第一项 第三项 第44条 第二项 第45条 第一项 第二项 规定为 废止 或收回 渔业证照 处分前 已出港者 主管机关 应命 其限期 直航 至指定 港口 行政院 提案 第二十一条 渔船 违反 第九条 第一项 第四九条 第二项 前条 第一项 规定 出港 主管机关 得委托 海岸巡防机关 采取 适当措施 制止 其出港 抗拒者 得使用 强制力 为之 已出港 主管机关 应命 其限期 直航 至指定 港口 委员 黄昭顺 等人 提案 第二十一条 违反 渔船 违反 第九条 第一项 第十九条 第二项 前条 第一项 规定 出港 主管机关 得委托 海岸巡防机关 采取 适当措施 制止 其出港 抗拒者 得使用 强制力 为之 已出港 主管机关 应命 其限期 直航 至指定 港口 委员 蔡培会 等人 提案 第二十二条 渔船 违反 第十七条 第一项 第二十条 第二项 第二十一条 第一项 或第二项 规定 出港 海岸巡防机关 的采取 四 钢 措施 制止 其出港 抗拒者 得使用 强制力 为之 以出港 主管机关 应 命 限期 至指定 航口 委员 赖日荣 等人 提案 第21条 渔船 违反第九条 第一项 第十九条 第二项 前条 第一项 规定 出港 主管机关 得委托 海岸巡防机关 采取 适当措施 制止其出港 抗拒者 得使用 强制力 为之 以出港者 主管机关 应命期限期 直航至指定 港口 行政院提案 第二十二案 非我国 其渔船 进入我国 港口 除一 航证 岁关 卫生 移民 防疫 检疫 及海岸巡防 机关 规定办理外 除阴京 主管机关 许可 但渔船 有不可 抗力 因素 或紧急 危难状况 的先行 通报 进港 前项 渔船 有下列 执行 之一者 不予 许可 进港 一 被他国 国际 渔业 组织 或其他 经济 整合 组织 列入非法 未报告 及不受 规范 渔捞 作业 之 渔船 名单 二 该船 之船 集国 被他国 国际 渔业组织 或其他 经济 整合 组织 列为 打击 非法 未报告 及不受 规范 渔捞 作业 不合作 之国家 或打击 非法 未报告 及不受 规范 渔捞 作业 不合作 名单 警告 名单 之国家 两年以上 三 该船 设有 从事 非法 未报告 及不受 规范 渔捞 作业 是 经船 集国 书面 请求禁止 该船 禁港 无国籍 船舶 第一项 许可之 申请资格 条件 应被文件 程序 废止程序 卸余通报 卸余区域 卸余时间 管理及其他 应遵行 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 机关定资 委员黄昭顺 等人提案 第二十二条 非我国籍 遗传 进入我国港口 除以 航证 关税 卫生 移民 防疫 检疫 及海岸 巡防 规定办理外 应经主管 机关许可 但渔船 有不可抗议 因素或紧急 危难状况 得先通报 禁港 前项渔船 有下列情境之一者 不予许可 禁港 一 被他国国际 渔业组织 或其他经济 整合组织 列入非法 未报告及 不受规范 余捞作业 之渔船 名单 二 该船之船 及国 被他国国际 余捞组织 或其他经济 整合组织 列为打击 非法 未报告及 不受规范 余捞作业 不合作 之国家 或打击 非法 未报告及 不受规范 余捞作业 不合作 警告名单之国家 两年以上 三 该船设有 从事非法 未报告及 不受规范 余捞作业 四 经船机国 书面 请求该船 禁港 无国及船舶 第一项 许可之申请 资格条件 应被文件程序 废止成条件 卸于通报 卸于区域 卸于时间 管理及其他 运作业 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职 委员蔡白会等人 提案第23条 非我国及 渔港 进入我国港口者 除以 航证 关税 卫生 移民 防疫 检疫 及海岸 巡防 规定办理外 应经主管 机关许可 但于船 有不可抗议因素 或紧急危难状况 的先行通报 进港 有下 前项船舶 有下列 请之一者 不予许可进港 一 被他国国际渔业组织 或其他经济整合组织 列入非法未报告 及不受规范 鱼捞作业 渔船名单 二 该船之 船级国 被他国国际渔业组织 或其他经济整合组织 列为打击非法未报告 及不受规范 之鱼捞作业 之不合作国家 或打击非法未报告 及不受规范 鱼捞作业 不合作警告名单 之国家 两年以上 三 该船 非法未报告及不受规范 之鱼捞作业 是 经船及国书面 请求 禁该船禁港 无国籍船舶 第一项 许可申请资格条件 应被文件 程序废止条件 限于通报 限于区域 限于时间 管理及其他应证 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职 委员赖瑞荣等人 提案第22条 非我国籍渔船 进入我国港口 除医 航证 关税 卫生 移民 防疫 检疫 以及海岸巡防规定 办理外 应经主管机关许可 但渔船 有不可抗议因素 或紧急 危难状况 得先行通报禁港 前项渔船 有下列此情之一者 不予许可禁港 一 被他国国际渔业组织 或其他经济整合组织 列入非法 未报告及不受规范 余捞作业之渔船名单 二 该船之传及国 被他国国际渔业组织 或其他经济整合组织 列为打击非法 未报告及不受规范 余捞作业不合作国家 或打击非法 未报告及不受规范 余捞作业不合作 警告名单之国家 两年以上 三 该船设有 从事非法 未报告及不受规范 与捞作业是经船及国书面 请求该船进港 无国籍船舶 第一项许可之申请条件 应被文件程序废纸条件 限于通报 限于区域限于时间 管理及其的应尊临 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之 行政体验第23条 主管机关得派员 至前条至渔船 或有关办公处所 仓储场所或其他场所 检查其渔货物或渔产品 布具及其他物件 并得询问关系人 关系人不得规避访问 或拒绝必要时 得汇通海岸巡防机关 或警察机关人员办理 执行前项检查后 有试证 显示该船从事 或协助非法未报告 或不受规范 鱼捞作业 主管机关应拒绝 提供该船卸船 转转载 包装鱼或加工 加油补给 维修或其他港口设施服务 并限制该船 离港对于但于船员 基本生活所需 范围内之补给 不再此限 前项检查结果之 相关资料 主管机关应通知 该船传国及相关国家 及渔业 及国际渔业组织 主管机关 因前项规定通报后 于60日内未接获 传及国相关国家 或国际渔业组织 书面请求协助 或经双方资商 未达成协议时 得令该船限期离港 委员黄昭顺等人 提案第23条 主管机关得派员 至前条至渔船 或有关办公处所 仓促及其他场所 检查其渔货 或渔产品布局 及其他物件 并得询问关系人 关系人不得规避 妨碍或拒绝 必要时得会同 海岸巡防机关 或警察机关人员办理 执行前项检查后 有事件显示该船从事 或协助非法未报告 或不受规范 渔料作业 主管机关 应拒绝提供 该船卸货 转账 包装 渔货 加工加油补给 维修 或其他港口设施服务 并限制该船离港 但于船员基本生活 所需 范围内之补给 不再此限 前项检查 结果之相关资料 主管机关 应通知该船 船集国 相关国家 及国际渔业组织 主管机关 依前项规定通知后 于六十分内 未接或 船集国 相关国家 或国际渔业组织 书面请求协助 或经双方 至上未达成协议时 得令该船 限期离港 委员蔡北惠 等人提案 第二个四条 主管机关的 派员 至前条 至渔船 或 有关办公场所 仓储场所 或其他场所 检查其渔货 或渔产品 布局 或其他物件 并得询问关系人 关系人规避 关系人规避 妨碍或拒绝 必要时 得会同 海岸巡防机关 或检查人员办理 执行前项 执行前项检查后 有市政显示 该船从事 或协助非法 未报告 或不受规范 余捞作业 主管机关 应拒绝该船 卸或转载包装 余船加工 加油补给 维修或其他港口 设施服务 并限制该船离港 但与船员基本生活 所需 范围内议之 不及不在此限 前项检查 结果 这相关资料 主管机关 应通知该船 船集国 有相关国家 及国际渔业组织 主管机关 应前项规定 通知之后 于60寸内 未接或 船集国 相关国家 或国际渔业组织 书面请求协助 或经双方协商 未达成协议时 得令该船 限起离港 委员赖若荣等人提案 第23条 主管机关 于必要时 得派员 至前条 渔船 或有关办公处所 仓储场所 或其他场所 进检查其 渔货物 或渔产品 布局 及其他物件 并得询问相关系人 关系人 不得规避妨碍 或拒绝必要时 得会同 海岸巡防机关 或警察 机关人员 协办理 前项 最近前项检查后 有施政显示 该船从事 或协助非法 未报告或不受 规范 娱乐作业 主管机关 应拒绝提供 该船 卸货 转载 包装 渔货 加工 加油 补给 维修 或其他港口 设施服务 并限制该船 离港 但 于船员 基本生活 所需之范围 内之补给 不在此限 第一项人员 执行检查时 应提示 身份证明 及指定检查 范围之 机关证件 其未经 提示者 被检查人得拒绝之 第二项检查 结果之相关资料 主管机关 应通知 该船 船机国 相关国家 及国际 渔业组织 主管机关 依前项 规定通知后 于60日内 未接获 船机国 相关国家 或国际 渔业组织 书面请求协助 或经双方 资商 未达成协议时 得令该船 限期离港 行政院提案 第24条 经营有下列 请勤之一者 主管机关 应将其 实施特别管理措施 一 有第13条 第一项 所列重大 违格事项 二 最近三年内 违反本条例 经处罚 罚款累计 新台币200万元以上 三 应违反本条例 处收回逾越证照 累计三个月以上 且执行完毕 未满三年 前项 实施特别管理措施 之对外逾越合作 限制观察员派遣 传媒回报频率 预获通报 泄予检查 转载限制 管理期间 及其他应遵 实际上的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资 第一项 高风险 渔船变更 经营者后 主管机关 仍应依前项办法 之规定 对该船实施 特别管理措施 委员黄昭顺 等人提案 第24条 进行有下来 情形之一者 主管机关 应将其所属渔船 列为高风险渔船 并实施 特别管理措施 一 有第13条 第一项 所列重大违规事项 二 最近三年内 因违反本条例 已经处罚累计 新台币200万元以上 三 因违违反本条例 经处分收回 逾越证照 累计三个月以上 且执行完毕未满三年 前项 实施特别管理措施 之对外 逾越合作限制 观察员派遣船外 回报频率 渔获通报 泄予检查 转载限制 管理期限 及其他应遵循 实际上的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资 第一项 高风险渔船 变更经营之后 主管机关 人应继续依前项办法 这规定对该渔船 实施特别管理措施 委员蔡北惠等人提案 第二十五条 经营者有下列情侵制医者 主管机关 应将其所属渔船 略为高风险渔船 并实施特别管理措施 一 有第十七条 第一项 手掠重大违规事项 二 有最近三年 因违反本条例 经处罚累计新台币 200万元以上 三 因违反本条例 经处分金收回 逾越证照 累计三个月以上 且执行未必 且执行完毕未满三年 前项 实施特别管理措施 是对外渔业合作 限制观察员派遣 传卫回报频率 预获通报 限于检查 转载限制管理期间 及其他应循性 实际上是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制 第一项 高风险渔船 变更经营之后 主管机关 人应依前项办法 规定对该渔船 实施特别管理措施 委员赖瑞荣等人提案 第二十四条 经营下列情形 示意者主管机关 应将其所属渔船 列为高风险渔船 并实施特别管理措施 一 有第十三条 第一项 所列重大违规行为 二 有最近三年 因违反本条例 经处罚离记新台币 200万元以上 三 因违反本条例 经收回渔业证照 累计三个月以上 且执行完毕未满三年 前项 实施特别管理措施 是对外渔业合作 限制观察员派遣 船尾回报频率 渔获通报 限于装置 转载限制管理期限 及其他应尊 事项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之 第一项高风险预传 经变更者后 主管机关人 依前项办法 之规定对该预传 实施特别管理措施 第25条 行政院提案 主管机关等派员 自远洋渔业相关业者 之船舶办公场所 仓储场所 或其他有关场所 检查其渔获物 或渔产品 布局及其他物件 并得询问关系人 关系人不得规避 方案或拒绝 必要时 主管机关人 得会同海岸 询方机关或警察人 前往检查 远洋渔业相关 业者从事远洋渔业 于货物或于产品出口者 应建立采购销售 于货物或于产品 行为规范及作业流程 并经主管机关核准 使得为之 申请 前项申请人之 资格条件 于货物或于产品 总类应备文件 核准与废止条件 采购销售之申报 核销机核 及其他应遵循 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之 第二项规定 经主管机关核准 从事远洋渔业 于货物或于产品 出口 至远洋渔业相关业者 使得申请 核发远货证明书 前项远货证明书的 申请程序条件 应被文件 核销及其他相关 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之 委员黄兆顺等人 提案第25条 主管机关的判原则 远洋渔业相关 业者之船舶 办公处所 仓储场所 或其他有关场所 检查其 于货物或于产品 布局或及其他物件 并得询问关系人 关系人不得规避 妨碍或拒绝 必要是主管人员得会同 海岸巡防机关 或警察人员前往检查 远洋渔业相关业者 从事远洋渔业 于货物或于产品出口 应建立采购销售 于货物或于产品 行为规范及作业流程 并进主管机会核准 使得为之 前项申请人之资格 条件于货物或于产品 之总类应备文件 核专文件 废止文件 废止条件 采购销售之申报 核销 集合及其在应存云 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制 依前第二项规定 经主管机关核准 从事远洋渔业 于货物或于产品出口 至远洋渔业相关业者 使得申请核发 渔业证明书 渔业证明书 前项渔业证明书 的申请程序条件 应被文件核销 及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制 委员策北会等人 提案第26条 主管机关得判言之 远洋渔业相关业者 是传播办公宿所 探索出了及其他相关专所 检查区渔业产品或于产品 布局及其他物件 并得询问关系人 关系人不得规避 妨碍或拒绝必要时 销售渔货物或 于产品行为规范及 作业流程 并且主管机关核准 使得为之 前项申请人之 资格条件 于货物或于产品 种类应被文件 核准与废纸条件 采购事项之申报 合销 及其他应存令 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制 一第二项规定 经主管机关核准 从事远洋渔业或于产品 出口至远洋 相关业者 使得申请 合法渔货证明书 前项渔货证明书 申请提案续条件 应被文件 合销及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制 委员赖若荣等人 提案 第二十五条 主管机关一必要时 得派员至远洋渔业场所 相关业者至传播办公场所 仓储场所或其他有关场所 检查器 渔货或于产品 布局及其他物件 必得询问关系人 关系人不得规避 方案或拒绝 必要时主管机关人员 得汇东海岸机关或警察人员 前往检查 前项人员于检查职务时 应提示身份证明及指定 检查范围之机关证件 其未经提示者 被检查人得拒绝之 远洋渔业相关业者 从事远洋渔业 于货物或于产品出购 应建立采购销售 于货物或于产品行为 规范及作业流程 并且主管机关核准 使得为之 前项申请人员 这个条件于货物或于产品 总类应备文件 核准与废止条件 采购销售之申报合销 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资 依前三 依第三项规定 经主管机关核准 从事远洋渔业 或于产品出口之远 于相关业者 使得申请合法 逾货证明书 前项逾货证明书 申请程序条件 应备文件 合销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资 行政院提案第26条 经营者在境外雇佣非我国 及传员者 应经主管机关许可 以自行雇用 或透过国内居间 或代理业务之机构 以下检证仲介机构 并雇之方式为之 前项仲介机构 应经主管机关核准 并缴交一定金额之保证金 前二项非我国 及传员资格许可条件 应被文件 经营者与非我国 及传员双方权益 四项契约内容 仲介机构之核准条件 期间管理废止条件 保证金之一定金额 缴交退凡管理责任 等提案第26条 经营者在境外 雇用非我国籍传员者 应经主管机关许可 以自行雇用 或透过国内居间 或代理业务之机构 以下简称仲介机构 聘雇之方式为之 前项仲介机构 应经主管机关核准 并缴交一定金额之保证金 前二项非我国籍传员之资格 许可条件应被文件 经营者与非我国籍传员 双方权益四项 契约内容 仲介机构之核准条件 其间管理废止条件 保证金之一定金额 缴交退还管理责任 及其他应遵循 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之 委员蔡卑惠等人提案第27条 经营者在境外雇用 非我国籍传员者 应经主管机关许可 以自行雇用 或透过国内居间 或代理业务之机构 以下简称仲介机构 聘雇之方式为之 前项仲介机构 应经主管机关核准 并缴交一定金额之保证金 前二项非我国籍传员之资格 许可条件 应被文件经营者 与非我国籍传员 双方权益事项 契约内容仲介机构之核准条件 其间管理废止条件 保证金之一定金额 缴交退还管理责任 及其他应遵循 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之 委员蔡卑惠等人提案 第26条 经营者在境外雇用 非我国籍传员者 应经主管机关许可 以自行雇用 或透过国内居间 或代理业务之机构 以下简称仲介机构 聘雇之方式为之 前向仲介机构 应经主管机关核准 并缴交一定金额之保证金 前二项非我国籍传员之资格 许可条件 应被文件 经营者与非我国籍传员 双方权益事项 契约内容仲介机构之核准条件 其间管理废止条件 保证金之一定金额 缴交退还管理责任 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职 行政院提案第27条 为强化远洋渔业管理 促进与他国或国际渔业组织之合作 主管机关应派援助境外办事 委员黄道顺等提案第27条 为强化远洋渔业管理 促进与他国或国际渔业组织之合作 主管机关应派援助境外办事 委员蔡北惠等人提案第28条 为强化远洋渔业管理 促进与他国或国际渔业组织之合作 主管机关应派援助境外办事 委员赖内容等提案第27条 为强化远洋渔业管理 促进与他国或国际渔业组织之合作 主管机关应派援助境外办事 行政院提案第248条 主管机关应合发远洋渔业作业许可时 应向申请人收取渔业资源使用费 并缴入渔业法兰基金 前向使用费之收取项目额度 收取方式绞交期限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制 委员赖白贵等提案第29条 主管机关于合发远洋渔业作业许可时 应向申请人收取远洋渔业资源管理费 并缴入渔业发展基金 前向费用之收取项目额度 收取方式绞交期限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制 委员赖内容等提案第28条 主管机关于合发远洋渔业作业许可 除收取许可费外 不得向申请人收取其他不当费用 委员赖白贵等提案第30条 远洋渔业经营者及远洋渔业相关行业 应依其渔捞作业之形态或经营模式 建立于货物或于产品供应来源 及流向之追溯或追踪系统 主管机关应建立前向之追溯或追踪系统 远洋渔业经营者及远洋渔业相关行业 应以电子方式申报前向追溯或追踪系统之资料 其电子申报方式与规格 及其从事电子申报追溯或追踪系统之辅导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制 前二项追溯或追踪系统之建立 应记录之事项查核 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制 行政院提案第29条 主管机关应建立远洋渔业整合资讯系统 以强化远洋渔业管理 委员黄道顺等提案第28条 主管机关应建立远洋渔业整合资讯系统 以强化远洋渔业管理 委员蔡白会等提案第31条 主管机关应建立远洋渔业整合资讯系统 以强化远洋渔业管理 其相关办法由主管机关定制 委员赖雷龙等提案第29条 主管机关应建立远洋渔业整合资讯系统 以强化远洋渔业管理 行政院提案第30条 主管机关得委托财团法人中华民国 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以下简称对外渔协 办理下例事项 一 渔船传位知监控管理 二 渔船电子渔获回报软体之开发及管理 三 渔获资料之收集统计及分析运用 四 港内转载或港口泄渔之检查 五 观察员之指派 六 协助渔业团体执行主管机关所定制渔业管理政策 委员华道顺等提案第29条 主管机关得委托财团法人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 以下简称对外渔协 办理下例事项 一 渔船传位知监控管理 二 渔船电子渔获回报软体之开发及管理 三 渔获资料之收集统计及分析运用 四 港内转载或港口泄渔之检查 五 观察员之指派 六 协助渔业团体执行主管机关所定制渔业管理政策 委员蔡卑会等提案第32条 主管机关得委托专业机构办理下列事项 一 提供远洋渔业产业咨询及辅导 二 远洋电子渔获回报软体之开发及管理 三 远洋渔业整合系统资讯开发及管理 四 渔获资料之收集统计及分析运用 委员内内容等提案第30条 主管机关得委托办理下列事项 一 渔船船位之监控管理 二 渔船电子渔获回报软体之开发及管理 三 渔获资料之收集统计及分析运用 四 港内转载或港口泄渔之检查 五 观察员之指派 六 协助渔业团体执行主管机关锁定之渔业管理政策 行政院提案第三章 远洋渔业发展及辅导 委员黄道顺等提案第三章 远洋渔业发展及辅导 委员蔡北惠等提案第三章 远洋渔业发展及辅导 委员赖瑞隆龙等提案第三章 远洋渔业发展及辅导 行政院提案第31条 经营者为开发远洋渔业之心渔具渔法或渔船 而从事探勘捞作业 应减负探勘捞作业计划向主管机关申请许可 主管机关得要求前项经营者 与指定之试验研究机构 共同进行探勘捞作业 第一项经营者资格条件 探勘捞作业计划内容 许可条件期间废止条件 管理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职 委员黄道顺等提案第30条 经营者为开发远洋渔业之心渔具渔法或渔船 而从事探勘捞作业 应减负探勘捞作业计划向主管机关申请许可 主管机关得要求前项经营者 与指定之试验研究机构 共同进行探勘捞作业 第一项经营者之资格条件 探勘捞作业计划内容 许可条件期间废止条件 管理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职 委员黄道顺提案第33条 经营者为开发远洋渔业所 之心渔具渔法或渔船 而从事探勘捞作业 应减负探勘捞作业计划向主管机关申请许可 主管机关得要求前项经营者 与指定之试验研究机构 共同进行探勘捞作业 第一项经营者之申请条件 申请资格条件探勘捞作业计划内容 许可条件期间废止条件 管理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职 委员赖内容等提案第34条 经营者为开发免洋渔业之心渔具渔法或渔船 而从事探勘捞作业 应减去探勘捞作业计划向主管机关申请许可 前项经营者之资格条件 探勘捞作业计划内容许可条件 期间废止条件 管理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职 主管机关得要求第一项经营者 与指定之试验研究机构 共同进行探勘捞作业 主管机关应编列预算协助第一项相关事项 委员赖内容许等人提案第31条 主管机关为增进国际对我国海洋保育管理措施之了解 并提升我国远洋渔业发展 应办理下例事项 一提升海洋资源研究品质 促进远洋渔业之永续发展 二协助参与国际组织 提高我国国际渔业地位 并维护远洋渔船权益 三建立我国渔产品优质形象 四 确保渔船和渔民作业安全 营造优质作业环境 委员赖内容等提案第32条 主管机关应定立远洋渔业发展方案计划并督导实施 前项方案计划之拟定 应兼顾渔业生产 渔民生活及海产及海洋生态功能 发展台湾远洋渔业永续经营体系 行政院提案第32条 主管机关得协助民间团体办理下列事项 一 与他国国际渔业组织或国外渔业相关组织或机构 进行与远洋渔业产业或缔结协议相关之谈判 二 与远洋渔业产业相关之国际交流 国际资讯科技及能力资源之交流 三 与远洋渔业产业相关之国际科技标准化 共同研究调查或科技合作 四 举办与远洋渔业产业相关之国际学术会议或国际展览 五 研究分析渔产业产业海外市场或传递远洋渔业产业相关资讯 六 培训我国籍或非我国籍传员干部传员或观察员 七 其他远洋渔业产业国际合作相关事项 委员华道顺等提案第31条 主管机关得协助民间团体办理下列事项 一 与他国国际渔业组织或国外渔业相关组织或机构 进行与远洋渔业产业或缔结协议相关之谈判 二 与远洋渔业产业相关之国际资讯科技与能力资源之交流 三 与远洋渔业产业相关之国际科技标准化 共同研究调查或科技合作 四 举办与远洋渔业产业相关之国际学术会议或国际展览 五 研究分析渔产品海外市场或传递远洋渔业产业相关资讯 六 培训我国籍或非我国籍传员干部传员或观察员 七 其他远洋渔业产业国际合作相关事项 委员蔡白会等提案第34条 主管机关得协助民间团体办理下列事项 一 与他国国际渔业组织或国外渔业相关组织或机构 进行与远洋渔业产业或缔结协议相关之谈判 二 与远洋渔业产业相关之国际资讯科技与能力资源之交流 三 与远洋渔业产业相关之国际科技标准化 共同研究调查或科技合作 四 举办与远洋渔业产业相关之国际学术会议或国际展览 五 研究分析渔产品海外市场或传递远洋渔业产业相关资讯 六 培训我国后非我国及船员干部船员或观纳员 七 其他远洋渔业产业国际合作相关事项 委员赖内容等提案第35条 为发展我国远洋渔业管理永续管理主管机关 应协助民间团理办理下的事项 一 与他国际渔业组织或国外渔业相关组织或机构 五 进行与远洋渔业产业或替解协议相关之谈判 二 与远洋渔业产业相关之国际资讯科技及能力资源之交流 三 与远洋渔业产业相关之国际科技标准化 共同研究调查我或科技合作 四 举办与远洋渔业产业相关之国际学术会议或国际展览 五 研究分析渔产品海外市场或传递远渔业渔业产业相关资讯 六 培训我国籍或非我国籍船员干部船员或官大员 七 其他远洋渔业产业国际合作相关事项 前项各款有关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制 委员赖蓉等提案第三条 为促进远洋渔业发展 政府应设置远洋渔业发展基金 其基金数额由主管机关报经行政院核定后 编列预算拨充之 远洋渔业发展基金收支保管及运用办法由行政院定制 行政院提案第三条 为鼓励经营者引进及执行与维护海洋资源环境或远洋渔业相关之新科技及新技术 主管机关得视政府财政状况着余补助 委员黄道顺等提案第三十二条 为鼓励经营者引进执行与维护海洋资源环境或远洋渔业相关之新科技及新技术 主管机关得视政府财政状况着余补助 委员蔡白会等提案第三十五条 为鼓励经营者引进及执行与维护海洋生态环境或远洋渔业永续经营相关之新科技及新技术 主管机关得视政府财政状况着余补助 委员黄道顺等提案第三十六条 为鼓励经营者引进及执行与维护海洋资源环境或远洋渔业相关之新科技及新技术 主管机关得余补助 委员内容等十七人提案第三十七条 主管机关为推动远洋渔业经营管理资讯化 办理远洋渔业资源之调查分析并定定销售计划 应充实资讯设施及能力 并辅导渔民及渔业团体建立渔业资讯应用环境 强化远洋渔业海洋资讯收集机制 行政院提案第三十四条 主管机关为促进远洋渔业相关科技研究之发展 得办理下列四项 一、海洋渔业资源之国际合作调查及评估 二、新远洋渔业之开发 三、海洋渔业生物多样性质调查 委员华道论等十七人提案第三十三条 主管机关为促进远洋渔业相关科技研究之发展 得办理下列四项 一、远洋渔业资源之国际合作调查及评估 二、新远洋渔业渔场之开发 三、海洋渔业生物多样性质调查 委员蔡华会等提案第三十六条 为促进远洋渔业相关科技研究之发展 主管机关得办理下列四项 一、海洋渔业资源之国际合作调查及评估 二、新远洋渔场之开发 三、海洋渔业生物多样性质调查 四、远洋渔业永续经营研究及评估 委员赖略隆等人提案第三十八条 主管机关为促进远洋渔业相关科技研究之发展 得办理下列四项 一、远洋海洋渔业资源之国际合作调查及评估 二、新远洋渔场之开发 三、海洋渔业生物多样性质调查 四、国际渔业合作 委员蔡华会等提案第三十七条 为促进远洋渔业永续经营 协助产业调整与转型 主管机关得一、下列四项订定相关办法 一、依远洋渔船经营形态辅导渔船经营者与从业人 从事符合规范之渔捞作业活动 二、一、远洋渔船经营形态协助渔船 经营者及从业人配合海洋资源 养护及渔业资源永续经营进行产业调整措施 第四章行政院提案第四章罚则 委员黄道顺等提案第四章罚则 委员蔡博会等提案第四章罚则 委员赖瑞隆等提案第四章罚则 行政院提案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病科新来币600万元以上 3000万元以下罚金 一、位依第十八条第一项或第二十条第二项 自主管机关锁定期限直航至指令港口 二、违反第21条规定将渔船使出港口 且位依主管机关锁定期限直航至指令港口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 受雇人或其他从业人员因执行业务犯前向之罪者 除处罚其行为人外 对该法人或自然人一科以前向之罚金 经营者或从业人第一次 有第一项各款锁定期限之一者 主管机关得收回经营者之渔业证照二年以下 或废止之 经收回渔业证照者 第二次有各该期限之一 废止其渔业证照 从业人员第一次 有第一项各款锁定期限之一者 主管机关得收回其渔船员手册 及干部船员职业证数二年以下 或废止之 经收回渔船船员手册 及干部船员职业证数者 第二次有各该期限之一 废止其渔船船员手册 及干部船员职业证数 委员黄道顺等提案第34条 有下列情侵之一者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并科信赖币 600万元以上 3000万元以上罚金 一 位一第18条第一项或第20条第二项 自主管机关锁定期限 直航至指令港口 二 违反第21条规定将渔船使出港口 且位一主管机关锁定期限 直航至指令港口 法人或代表人 法人或自然人 代理人 受雇人或其他从业人员 因执行业务 犯前向之罪者 除处罚其行为人外 对该法人或自然人 亦可以前向之罚金 经营者或从业人 第一次有第一项各款 锁定期限之一者 主管机关得收回 经营者之渔业证照 二年以下 或废止之 经收回渔业证照者 第二次有各该期限之一 废止其渔业证照 从业人员 有第一次第一项各款 锁定期限之一者 主管机关得收回 其渔船船员手册及干部船员 职业证数 二年以下或废止之 经收回渔船船员手册 及干部船员 职业证数者 第二次有各该期限之一 废止其渔船船员手册 及干部船员 职业证数 委员裁备会等24人提案 第38条 有下列情侵之一者 主三年以下有其徒刑 或科或病科信赖币 150万元以上 1500万元以下罚金 一 位依第19条第一项 或第21条第二项 主管机关锁定 旗舰直航至指令港口 二 违反第22条规定 将渔船使出港口 且位依主管机关锁定 旗舰直航至指令港口 法人之代表人 法人或自然人 或自代理人 受雇人或其他从业人员 因执行业务 犯前向之罪者 除除罚其行为 任外对该法人或自然人 亦可以前向之罚金 经营者或从业人员 第一次有第一项 各款锁定情侵之一者 主管机关得收回 经营者之渔业证照 六个月以下 或费之 经收回渔业证照者 第二次有各该情侵之一 得废止其渔业证照 从业人员第一次有 第一项各款锁定情侵之一者 主管机关得收回 其渔船船员手册及干部 传员职业证书 六个月以上 一年以下 或费之 经收回渔业船船员手册 及干部传员职业证书者 第二次有各该情侵之一 废止其渔业船船员手册 及干部传员职业证书 委员内内容等提案第三九条 有效内情侵之一 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货货并客三千万元以下罚金 一 卫一第十八条 第一项 第十条第二项 主管机关锁定 旗限直航至指令港口 二违反第21条规定将渔业船使出港口 且未一主管机关锁定期限 直航至指令港口 法人是代表人 法人或自然人是代理人 受雇人或其他从业人员 应执行业务 违反前项之规定者 除处罚其行为人外 对该法人或自然人 一科以前要之罚金 经营者或从业人员 第一次有第一项各款 锁定情侵之一者 主管机关得收回经营者之 渔业证照二年以下 或货子之 即收回渔业证照者 第一次有各该情侵之一 惠子其渔业证照 从业人员第一次 有第一项各款 锁定情侵之一者 主管机关得收回其渔船 船员首册及干部 传员职业证数二年以下 或货子之 经收回渔船船员首册 其干部传员职业证照者 第二次有各该情侵之一 货子及渔船船员首册 其干部传员职业证书 行政研提案第36条 经营者或从业人 有第13条第一项重大违规行为 经营之者罚划并得收回其渔业证照二年以下 获费之一 总顿位500以上渔船 储信来币600万元以上 3000万元以下罚判 二 总顿位100以上未满500渔船 储信来币400万元以上 2000万元以下罚判 三 总顿位未满100渔船 储信来币200万元以上 1000万元以下罚判 依前项规定所处划划 低于渔货物或渔产品之价值者 按该渔货物或渔产品之价值 处以最高五倍之划划 经营者或从业人员 最近三年内有第13条第一项 之同款重大违规行为 达二次以上 或有第13条第一项之重大违规行为 达三次以上者 依下列规定 处经营者划划 并收回其渔业证照二年以下 三年以 二年以上三年以下 获费之一 总顿位500以上渔船 储信来币900万元以上 4500万元以下罚划 二 总顿位100以上未满500渔船 储信台币600万元以上 3000万元以下罚划 三 总顿位未满100渔船 储信来币300万元以上 1500万元以下罚划 依前项规定所处划 所处划划 低于渔货物或渔船品之价值者 按该渔货物或渔船品之价值 处以最高八倍之划划 从业人员有第13条第一项规定 重大违规行为之一者 依下列干部 依下列规定处划划划 并得收回其渔船船员首策及 干部船员职业证据二年以下 或会止之 一 总顿位500以上渔船 储信台币120万元以上 600万元以下罚划 二 总顿位100以上未满500渔船 储信台币80万元以上 400万元以下罚划 总顿位三 总顿位未满100渔船 储信台币40万元以上 200万元以下罚划 从业人员最近三年内 有第13条第一项之同管 重大违规行为达二次以上 或有第13条第一项之重大违规行为 达三次以上者 处下列规定处罚划 或会止其渔船船员首策 及干部船员职业证书 一 总顿位500以上渔船 储信台币180万元以上 900万元以下罚划 二 总顿位100以上未满500渔船 储信台币120万元以上 600万元以下罚划 总顿位未满100渔船 储信台币60万元以上 300万元以下罚划 前二项及第四项 渔货物或渔船品之价值 以该渔货物或渔船品 前三年之国内市场 平均价格计算之 委员华道论等提案第35条 经营者或从业人员 有第13条第一项 重大违规行为之一者 除经营者还还新台币200万元以上 1000万元以下 并得收为其渔业证照 二年以下获费的之 依前项规定所处罚 所处罚源低于渔货物或渔船品之价值者 按该渔货物或渔船品之价值 处以最高五倍之划还 经营者或从业人员 最近三年内 有第13条第一项之同款 重大违规行为达二次以上 或有第13条第一项之 重大违规行为达三次以上者 除经营者还还 新台币300万元以上 1500万元以下 并收回其渔业证照 二年以上 三年以下获费之 以前项规定所处罚 罚源低于渔货物或渔船品之价值者 按该渔货物或渔船品之价值 处以最高八倍之划还 从业人有第13条第一项 重大违规行为之一者 依下列规定处罚 还新台币40万元以上 200万元以下 并得收回渔船船员首设 及干部船员职业证数 二年以下获费之 从业人员 最近三年内 有第13条第一项之同款 重大违规行为达二次以上 或有第13条第一项之重大违规行为 达三次以上 依下列规定处罚 还新台币60万元以上 300万元以下 并配置其渔船船员首设 及干部船员职业证书 第二项及第四项 于货物或预产品之价值 以该预货物或预产品 前三年之国内市场 平均价格计算值 委员职业会等提案第三九条 经营者或从业人员 违反第11条第二项 或有第17条第一项 重大违规行为之一者 依下列规定处经营者罚还 并得收回其渔业证照 六个月以下或废止之 一 总定位500以上渔船 以由违反第11条第二项 或有第17条第一项 重大违规行为 而取得预货物或预产品之价值 之五倍为原则 主席来币30万元以下 1500万元以下划还 二 总定位100以上 未满500渔船 以由违反第11条第二项 或有第17条第一项 重大违规行为 而取得预货物或预产品之价值 之五倍为原则 主席来币20万元以上 1000万元以下划还 三 总定位未满100渔船 以由违反第11条第二项 或有第17条第一项 重大违规行为 而取得预货物或预产品之价值 为两倍以为原则 主席来币7万元以上 350万元以下划还 经营者或从业人员 最近三年内违反第11条第二项 或有第17条第一项 之同款重大违规行为 达二次以上 或违反第11条第二项 或有第17条第一项 之重大违规行为 达三次以上 依下列规定 处经营者划还 并收回其余月证照六个月以上 一年以下 或会之之 一 总定位500以上渔船 以由违反第11条第二项 或有第17条第一项 重大违规行为 而取得预货物或预产品之价值 之八倍为原则 主席来币55万元以上 2250万元以下划还 二 总定位100以上 未满500渔船 以由违反第11条第二项 或有第17条第一项 重大违规行为 而取得预货物或预产品之价值 之八倍为原则 主席来币30万以上 1500万元以下划还 总定位未满 三 总定位未满100渔船 以由违反第11条第二项 或有第17条第一项 重大违规行为 而取得预货物或预产品 之价值之三倍为原则 主席来币10万元以上 500万元以下划还 前二项之预货物或预产品价值 以该预货物或预产品 前三年之国内 以市场平均价格计算制 从业人员违反第11条第二项 或有第11条第一项 重大违规行为之一者 依下列规定处划还 并得收尾期渔船船员手册 及船员干部职业证书 6个月以下或费的之 一 总定位500以上渔船 主席来币3万元以上 150万元以下划还 二 总定位100以上 未满500渔船 主席来币2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划还 三 总定位未满100渔船 主席来币1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划还 从业人员最近三年内 违反第11条第二项 或有第17条第一项 之同款重大违规行为 达二次以上 或违反第11条第二项 或有第17条第一项 之重大违规行为 达三次以上 依下列规定处划还 并得收尾期渔船船员手册 及干部船员 职业证书6个月以上 一年以下 一 总定位500以上渔船 主席来币4万元以上 225万元以下划还 二 总定位100以上 未满500渔船 主席来币3万元以上 150万元以下划还 主席来币2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划还 委员内容等提案第40条 经营者或从业人员 有第13条第一项 重大违规行为之一者 主经营者信赖币 1000万元以下划还 并得收尾期渔业证 照二年以下货费的之 依前项规定所 主划还低于 鱼货物或鱼产品之价值者 按该鱼货物或鱼产品之价值 处以最高五倍之划还 经营者或从业人员 最近三年内 有第13条第一项之同款重大违规行为 达二次以上 或有第13条第一项之重大违规行为 达三次以上者 除经营者信赖币300万元以上 1500万元以下划还 并收为其渔业证照 二年以上三年以下 或会之之 以前项规定所处 划还低于鱼货物或鱼产品之价值者 按该鱼货物或鱼产品之价值 处以最高八倍之划还 从业人员有第13条第一项 重大违规行为之一 除信赖币200万元以下划还 并得收回其渔船船员 手册及干部传员 职业证书二年以下 或会之之 从业人员最近三年内 有第13条第一项之同款重大违规行为 达二次以上 或有第13条第一项之重大行为 达三次以上 除信赖币60万元以上 300万元以下划还 并会之其渔船船员 手册及干部传员职业证书 第二项及第四项 于货物或预产品之价值 以该于货物或预产品 前三年是国内市场平均价格计算之 行政委提案第37条 非我国及预传有效率情依之一者 处行为人 信赖币600万元以上 3000万元以下还还 一 违反第22条第一项规定 未经主管机关许可进入我国港口 二 规避妨碍或拒绝主管机关 依第23条第一项检查 或对检查人员之询问 拒不答悟或为虚伪之陈述 非我国及预传最近三年内 有前向之同管违规情势达二次以上 或有前向之违规情势达三次以上者 处行为人信赖币900万元以上 4500万元以下还还 非我国及预传违反第22条第三项 锁定办法有关 卸余通报 卸余区域 卸余时间管理之规定者 处行为人信赖币50万元以上 250万元以下还还 依前三项规定所组织还还 未依限期缴纳者 主管机关则禁止该传出港 但仅提供相当担保者不在此线 主管机关依第23条第一项检查后 发现为无国及预传播时 因没入该船与其载运之预货物及预传品 并销毁该预货物及预传品 委员华道顺等提案第36条 非我国及预传有效率侵资议者 处行为人信赖币600万元以上 3000万元以下还还 依违反第22条第一项规定 未经主管机关许可进入我国港口 规避妨碍或拒绝主管机关依第23条 第一项检查或对检查人员询问 拒不答复或虚伪之陈述 非我国及预传 最近三年内有前向之同款违规 情势达二次以上 或有前向之违规 情势达三次以上者 除行为人信赖币900万元以上 4500万元以下还还 非我国及预传违反第23条 第23条第三项锁定办法 有关卸余通报卸余区域卸余时间管理之规定者 除行为人信赖币50万元以上 250万元以下还还 依前三项所规定所处还还之 未依限期缴纳者 主管机关得禁止该船出港 但今提供相当担保者不在此线 主管机关依第23条第一项检查后 发现为无国及船破时 依末路该船与其载运之 与货物及余产品 并消费该余货物及余产品 委员裁备会等提案第40条 非我国及预传 有下列形式之一者 主行为人信赖币30万元以上 1500万元以下还还 一违反第23条第一项规定 未经主管机关许可进入我国港口 二规避妨碍或拒绝主管机关 第24条第一项检查 或对检查人员之询问 均不答复或为虚伪之陈述 非我国及预传 最近三年内有前向同管 之同管情违规情势达二次以上 会有前向之违规情势达三次以上者 除行为人信赖币40万元以上 2000万元以下还还 非我国及预传 违反第23条第三项锁定办法 有关卸余通报卸余区域 卸余时间管理之规定者 除行为人信赖币2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还还 依前三项规定所处之华丸 为依限期缴纳者 主管机关得禁止该船出港 但经提供相当担保者不在此线 主管机关依第24条第一项检查后 发现为无国及漁船船拨时 依没入该船与其载运之漁货物及漁产品 并销毁该鱼货物及支及鱼产品 违赖内容等提案第41条 非我国及漁船有下列行事之一者 除行为人信赖币3千万元以下还还 一违反第22条第一项规定 未经主管机关许可进入我国管口二 规避妨碍或拒绝主管机关 一第23条第一项检查 或对检查人员之询问 据不答悟或虚伪之陈述 非我国及漁船最近三年内 有请向之同管违规行事达二次以上 或有前项之违规行事达三次以上 除行为人信赖币900万元以上 4千500万元以下还还 非我国及漁船违反第22条第三项锁定办法 有关谢于通报谢于区域谢于时间管理之规定者 除行为人信赖币250万元以下还还 依前三项规定所组之还还 未依期限缴纳者 主管机关得禁止该船出港 但今提供相当代报者不再实现 主管机关依第23条第一项检查后 发现唯无国及漁船舶时 因末路该船与其载运之漁货物及漁船品 并消费该漁货物及漁船品 行政院提案第38条 远洋漁业相关业者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主信赖币600万元以上 3千万元以下还还 一违反第25条第二项规定 未经核准从事远洋漁业漁货物或漁船品出口 有第13条第一项第11款 第14款第15款第17款 第19款重大违规行为之一 远洋漁业相关业者 从事远洋漁业漁货物或漁船品出口 违反第25条第三项锁定办法中 有关采购销售漁货物或漁船品之申报 和销之规定者 处限来比200万元以上 1千万元以下还还 远洋漁业相关业者 有第一项第二款或前项锁定情势之一者 主管机关应暂停其从事远洋漁业 漁货物及漁船品出口资格 二年以下或废止之 依第一项或第二项规定所处 还还低于漁货物或漁船品之价值者 按该漁货物或漁船品之价值 处以最高五倍之还还 远洋漁业相关业者 三年内有第一项第一款或第二款 所列第13条第一项同款情势 达二次以上 或有第一项情势达三次以上者 主信来比900万元以上 4500万元以下还还 并暂停其从事远洋漁业 漁货物及漁船品出口资格 二年以上三年以下或废止之 依前项规定所处 还还低于漁货物或漁船品之价值者 按该漁货物或漁船品之价值 处以最高八倍之还还 第四项及第六项 漁货物或漁船品之价值 以该漁货物或漁船品前三年 之国内市场平均价格计算之 委员黄道顺等提案第37条 远洋漁业相关业者 有下列前日之一者 主信来比600万元以上 3000万元以下还还 一违反第25条第二项规定 未经核准从事远洋漁业 漁货物或漁船品出口 有第13条第一项第11款第14款第15款第17款 至第19款重大违规行为之一 远洋漁业相关业者 从事远洋漁业 漁货物或漁船品出口 违反第25条第三项锁定办法中 有关采购销售 漁货物或漁船品之申报 和销之规定者 主信来比200万以上 1000万元以上还 远洋漁业相关业者 有第一项第二款或前项锁定刑事之一者 主管机关占领其从事远洋漁业 漁货物及漁船品出口资格 二年以下或费之 依第一项或第二项规定所处 划环低于漁货物或漁船品之价值 按该漁货物或漁船品之价值 最高处以五倍之划环 远洋漁业所相关业者 三年内有第一项第一款或第二款 所列第13条第一项同款情事 达二次以上 或有第一项情事达三次以上 则处期来率900万以上 4500万以下划环 并在年期从事远洋漁业漁货物及漁船品 出口资格二年以上三年以下费之 依前项规定所处罚 所处罚完低于漁货物或漁船品之价值者 按该漁货物或漁船品之价值 处以最高八倍之划环 第四项及第六项 漁货物或漁船品之价值 以该漁货物或漁船品前三年 是国内市场平均价格计算之 委员猜裁卫会等提案第41条 远洋漁业相关业者 远洋漁业相关业者 有第一项第二款或前项锁定 请示之一者主管机关 应暂停其从事远洋漁业漁货物 或其漁船品出口资格六个月以下 或汇止之 依第一项或第二项规定所处罚完 低于漁货物或漁船品之价值 按该漁货物或漁船品之价值 处以最高五倍之划环 远洋漁业相关业者第三年内 远洋漁业相关业者三年内 有第一项第一款或第二款所列第17条 第一项同款刑事达二次以上 或有第一项刑事达三次以上者 主线来币40万元以上 2000万元以下划环 并暂停其从事远洋漁业漁业漁货物 及漁船品出口资格六个月以上 一年以下或废止之 依前项规定所处划环 低于漁货物或漁船品之价值 按该漁货物或漁船品之价值 处以最高八倍之划环 第四项及第六项鱼货物或漁船品之价值 以该鱼货物或漁船品前三年 之国内市场平均价格计算制 委员内容等提案第四十二条 远洋漁业相关业者有下列行业之一者 主线来币3000万元以下划环 一、违版第25条第二项规定 未经核准从事远洋漁业鱼货物或漁船品出口 二、由第十三条第一项第十一款 第十一款第十五款第十一款 第十一款重大违规行为之一 远洋漁业相关业者从事远洋漁业 漁货物或漁船品出口 违反第25条第三项所定办法中 有关采购销售漁货物或漁船品之申报 合销之规定者处期贷币1000万元以下划环 远洋漁业相关业者有第一项第二款或前项 锁定刑事之一者 主管经验暂停其从事远洋漁业漁货物及漁船品 出口资格二年以下货费的日 依第一项或第二项规定所处划环 低于漁货物或漁船品之价值者 按该漁货物或漁船品之价值 处以最高五倍之划环 远洋漁业相关业者三年内有第一项 第一款或第二款所列第13条第一项 同款情势达二次以上 或有第一项情势达三次以上者 主信来币900万元以上 4500万以下划环 并占领其从事远洋漁业漁货物及漁船品 出口资格二年以上三年以下货费的日 以前项规定所处划环 低于漁货物或漁船品之价值者 按该漁货物或漁船品之价值 处以最高八倍之划环 第四项及第六项 漁货物或漁船品之价值 以该漁货物或漁船品 前三年之国内平均价格计算之 行政面提案第39条 经营者、从业人员及远洋漁业相关业业者 以外之中华民国人 有第13条第一项各款重大违规行为之一者 主信来币300万以下 以外之中华民国人 最近三年内有第13条第一项 同管重大违规行为达二次以上 或有第13条第一项 重大违规行为达三次以上者 主信来币450万以上 2250万以下 最近三年内违反第14条第一项 规定达三次以上者 主信来币300万以上 1500万以下 或有第13条第一项 重大违规行为达三次以上 重大违规行为达三次以上 及远洋漁业业相关业者 以外之中华民国人 有第13条第一项各款重大违规行为之一者 主信来币300万以上 1500万以下滑缓 违反第14条第一项规定者 主信来币200万以上 1000万以下滑缓 经营者、从业人员及远洋漁业相关业者 以外之中华民国人 最近三年内有第13条第一项 同款重大違規行為達二次以上 或有第十三條第一項重大違規行為達三次以上者 儲蓄來幣450萬元以上 2250萬元以下滑完 最近三年內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達三次以上者 儲蓄來幣300萬元以上 1500萬元以下滑完 委員蔡白會等提案第四十二條 經營者從業人員及允養漁業相關業者以外之外國人 有第十七條第一項各款重大違規行為之一者 儲蓄來幣15萬元以上750萬元以下滑完 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者 主席來幣1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滑完 經營者從業人員及允養漁業相關業者以外之中華民國人 最近三年內有第十七條第一項之同款重大違規行為達二次以上或有 第十三條第一項重大違規行為達三次以上者 主席來幣40萬元以上2000萬元以下滑完 最近三年內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達三次以上者 主席來幣20萬元以上1000萬元以下滑完 委員內容等人提案第四十三條 經營者從業人員及遠洋漁業相關業者以外之外國人 有第十三條第一項各款重大違規行為之一者 主席來幣300萬元以上1500萬元以下滑完 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者 主席來幣200萬元以上1000萬元以下滑完 經營者從業人員及遠洋漁業相關業者以外之外國人 最近三年內有第十三條第一項之同款重大違規行為達二次以上 或有第十三條第一項之重大違規行為達三次以上者 主席來幣450萬元以上2250萬元以下滑完 最近三年內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達三次以上者 主席來幣300萬元以上1500萬元以下滑完 行政院提案第四十條 拒絕主管機關依第十五條之要求提供資料者 主席來幣200萬元以上1000萬元以下滑完 最近一年內有該情形達二次以上者 主席來幣300萬元以上1500萬元以下滑完 經營者或從業人員有前向前段情形者 主管機關應收為經營者之逾越證照二年以下或廢得之 有前向後段情形者主管機關應收為經營者之逾越證照二年以上三年以下或廢得之 從業人員有第一項前段情形者主管機關應收為其漁船船員手冊及幹部船員職業證書二年以下或廢得之 經收為漁船船員手冊及幹部船員職業證書 且有第一項後段情形者廢止其漁船船員手冊及幹部船員職業證書 委員黃道順等提案第39條 拒絕主管機關依第15條之要求提供資料者主心臺幣200萬元以上1000萬元以下滑完 最近一年內有該情形達二次以上者主心臺幣300萬元以下1500萬元以下滑完 經營者或從業人員有前向前段情形者主管機關應收為經營者之逾越證照二年以下或廢得之 有前向後段情形者主管機關應收為經營者之逾越證照二年以上三年以下或廢得之 從業人員有第一項前段情形者主管機關應收為其漁船船員手冊及幹部船員職業證書 二年以下或廢得之 經收為漁船船員手冊及幹部船員職業證書 且有第一項後段情形者廢止其漁船船員手冊及幹部船員職業證書 委員蔡培會等提案第43條 拒絕主管機關第14條之要求提供資料者主心臺幣100萬元以上500萬以下滑完 最近一年內有該情形達二次以上者主心臺幣20萬元以上 新1000萬元以下滑完 經營者或從業人員有前向前段情形者主管機關應收回經營者之逾越證照六個月以下或廢得之 或前向後段情形之主管機關應收回經營者之逾越證照六個月以上一年以下或廢得之 從業人員有第一項前向情形者主管機關應收回其漁業船員 手冊及幹部船員儀業職業證書六個月以上或廢得之 經收回漁船船員手冊及幹部船員職業證書 只有第一項後段情形者得收回其漁船船員手冊及幹部船員職業證書六個月以上一年以下或廢得之 委員內容等提案第44條 拒絕主管機關依第15條之要求提供資料者主心臺幣200萬以上1000萬元以下滑完 最近一年內有該情形達二次以上者主心臺幣300萬以上1500萬以下滑完 的經驗者或從業人員有其 upon經驗者主管機關應收回經驗者之餘業證book二年以下或廢之 jours由前段後段情形者主管機關應收回經驗者之餘業證照二年以下三年以下 會為之從業人員有第一項前段情形者主管機關應收回其漁業傳援手冊及幹部傳援 職業證書二年以下或是會之 今生為漁船傳援手冊及幹部傳媒職業證書 且有第一項後段情形者或是被 flying船傳援手冊及幹部傳而職業證書 行政提案第41条 行政提案第4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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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反第十三条第三项所定办法中有关渔业活动项目合作方式之规定 是违反第二十五条第二项锁定办法中有关特别管理措施 之对外渔业合作限制传媒回报频率 与或通报谢于检查转载限制之规定 是违反第十三条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许可条件期间管理之规定 六经营者或从业人员最近一年内有前向同一款 同一违规是由刑事达二次以上 或请向违规是违规刑事达三次以上者 处经营者信贷币三万六千元以上一百八十万元下滑环 并得收为经营者之逾业证照六个月以下或费的之 从业人员有第一项各款行营之一者 处信贷币五千元以上二十五万元下滑环 并得收为其渔船船员手册及干部船员职业证出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或费的之 从业人员最近一年内有第一项同一违规是由刑事达二次以上 或第一项之违规刑事达三次以上者 处信贷币六千元以上三十六万元以下滑环 并得收为其渔船船员手册及干部船员职业证出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或费的之 委员赖瑞隆等17人提案第四十五条 经营者或从业人员有效率请营之一者处 经营者信贷币六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滑环 并得收为其渔业证照二年以下或费的之 一违反第十条第二项所定办法中有关重大违规行为以外之渔船作业管理之规定 二违反第十一条第三项所定办法中有关转载港口泄鱼之通报事项程序或查额之规定 三违反第十二条第三项所定办法中有关渔业活动项目合作方式之规定 四违反第十四条第二项所定办法中有关特别管理措施之对外渔业合作限制 传位回报频率 愚获通报 谢于检查 转载限制之规定 五违反第十四条第二项所定办法中有关许可条件期间管理之规定 六作业许可预期未经核准展颜 继续经营远洋渔业 经营者或从业人员 从业人最近一年内 有前向同一款违规是由达二次以上 或前向违规情绪达三次以上者 除经营者信赖币五十万元以上 二百五十万元以下滑缓 并得收为经营者之渔业证照二年以下或会之之 从业人员有第一项各款情依之一者 除信赖币三万元以上四五万元以下滑缓 并得收为其渔业船船员手册及干部船员职业证出二年以下或会之之 从业人员最近一年内 有第一项同一款同一违规是由达二次以上 或第一项之违规情绪达三次以上者 除信赖币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滑缓 并得收为其渔业船员手册及干部船员职业证出二年以下或会之之 行政院提案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情依赖币一者 除经营者或仲介机构 新来币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滑缓 并得收为经营者之渔业证照一年以下或会之 仲介机构仲介非我国及船员资资格及末路保证金 一违反第二次六条地下规定未经许可在境外雇用我非我国及船员 二违反第二次条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 经营者与非我国及船员双方权益事项契约内容仲介机构管理规定 委员蔡北惠等提案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情依赖币一者 除经营者或仲介机构 新来币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滑缓 并得收为经营者之渔业证照一年以下 或会之仲介机构仲介非我国及船员资格及末路保证金 一违反第二次条第一项规定未经许可在境外雇用非我国及船员 二违反第二次条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 经营者与非我国及船员双方权益事项契约内容仲介机构管理之规定 请对提案第四十三条 依第三十六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十八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三十九条第一项及第四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所为之处罚 其捕捞债运买卖或代理销售之余货物余商品或余具 不论属于何人所有的末路之 依第三十六条第三项第四项第三十八条第五项第六项 第三十九条第二项及第四十一条第二项规定之处罚 其捕捞载运买卖或代理销售之余货物余产品或余具 不论属于何人所有的末路之 依第三十六条规定所为之处罚 其捕捞或载运之余传 不论属于何人所有的末路之 为前任样之末路 如全部或一步不能末路时追征其价额 委员华道顺等提案第四十条 依第三十五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十七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 及第三十八条第一项所规定所为之处罚 其捕捞载运买卖或代理销售之余货物余商品或余具 不论属于何人所有的末路之 依第三十五条第二项第四项第三十七条第五项第六项 第三十九条第二项规定所为之处罚 其捕捞载运买卖或代理销售之余货物余商品或余具 不论属于何人所有的末路之 依第三十五条规定所为之处罚 其捕捞或载运之余传 不论属于何人所有的末路之 依为前任样之末路 如全部或一步不能末路时追征其价额 委员蔡北会等提案第四十六条 依第三九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十一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十二条第一项 及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所为之处罚 其捕捞载运买卖或代理销售之余货物余产品 余具或余传不论属于何人所有的末路之 依第三九条第三项第四项第四十一条第五项第六项第四十二条第二项 及第四十四条第二项规定所为之处罚 其捕捞载运买卖或代理销售之余货物余产品 余具或余传不论属于何人所有末路之 依第三九条规定所为之处罚 其捕捞或载运之余传 不论属于何人所有得末路之 为前三项之末路 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末路时追征其价额 为那内容提案第四十六条 依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十二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十三条第一项第四十三条第一项第四十五条第一项 其捕捞载运买卖或代理销售之余货物余产品或余具不论属于何人所有得末路之 依第四十条第三项第四项第四十二条第五项第六项第四十三条第二项第四十五条第二项 规定所为之处罚其捕捞载运买卖或代理销售之余货物余产品或余具不论属于何人所有的末路之 依第四十条规定所为之处罚其捕捞或载运之余传不论属于何人所有得末路之 为前三项之末路 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末路时 追征其价额 行政院提案第四十四条 依前条规定末路之渔船 依经国际渔业组织列入非法 未报名或未报名及不受规范于捞作业渔船名单者 主管机关得向航证机关办理登记废纸 登记与注销传播国际证书及相关证书 本条第十四前 依渔业法规定撤销渔业证照 且为国际渔业组织列入非法未报告 及不受规范于捞作业渔船名单之渔船 经主管机关限期命期返回国内港口 预期未返回未返港者主管机关得末路渔船 并向航证机关办理前项证书登记 废纸登记及注销 国际华业任等提案第四十一条 依前条规定归之末路之渔船 依经我国国际渔业组织列入非法 未报告及不受规范于捞作业渔船名单者 主管机关得向航证机关办理废纸登记 及注销传播国际证书及相关证书 本条第十四前 依渔业法规定撤销渔业证照 且为国际渔业组织列入非法 未报告及不受规范于捞作业渔船名单之渔船 经主管机关限期命期返回国内港口 预期未返港者 主管机关得末路渔船 必向航证机关办理前项证书登记 废纸登记及注销 委员蔡白会等提案第47条 依前条规定陌路之渔船 细经国际渔业组织列入非法 未报告及不受规范于捞作业渔船名单者 主管机关得向航证机关办理登记 废纸登记与注销船舶国际证书及相关证书 本条例施行前依渔业法规定撤销渔业证照 且为国际渔业组织列入非法 未报告及不受规范于捞作业渔船名单之渔船 经主管机关限期命期返回国内港口 预期未返港者主管机关得陌路渔船 并向航证机关办理前向证书之登记 废纸登记及注销 委员蔡白会等提案第47条 依前条规定陌路之渔船 经国际渔业组织列入非法 未报告及不受规范于捞作业渔船名单 且经辅导后未改善者 主管机关得向航证机关办理登记 废纸登记与注销船舶国际证书及相关证书 本条例实施前依渔业法规定撤销渔业证照 且为国际渔业组织列入非法 未报告及不受规范于捞作业渔船名单之渔船 经主管机关限期命期返回国内港口 预期未返港者主管机关得陌路渔船 并向航证机关办理前向证书之登记 废纸登记及注销 请这为提案第45条 主管机关得公布依第35条 第三项第四项第36条 至第41条 所为处罚之受处分者姓名或公司名称 国民身份证统一编号 地址中英文传名 渔船统一编号及违规事由 委员华洛顺等提案第42条 主管机关得公布依第34条 第三项第四项第35条 至第39条 所为处罚之受处罚者姓名或公司名称 国民身份证统一编号 地址中英文传名渔船统一编号 及违规事由 委员华洛顺等提案第48条 主管机关得公布依第38条 第三项第四项第39条 至第44条 所为处罚之受处罚者姓名或公司名称 中英文渔船统一编号及违规事由 委员赖略隆等提案第48条 主管机关得公布依第39条 第三项第四项第40条 至第45条 所为处罚之受处分者姓名 公司或公司名称 公司地址中英文传名渔船统一编号 及违规事由 行政策提案第五章负责 委员华洛顺等提案第五章负责 委员蔡培会等提案第五章负责 委员赖略隆等提案第五章负责 行政策提案第46条 本条例实行前 依渔业法规定取得公海或他国专属 机器海域作业许可者 于该许可期间 事为取得第六条第一项之远洋 渔业作业许可 本条例实行前依渔业法规定 取得对外渔业合作许可者 于该许可期间 事为取得第十二条第一项 对外渔业合作许可 本条例实行前 以从事远洋渔业 渔业余货物或渔产品出口之远洋 渔业相关业者 应至第25条第三项 所定办法实行之日起 二个月内申请核准 借其未申请或未经核准 而从事远洋渔业 渔业余货物或渔产品出购者 依第38条规定处罚 本条例实行前 经营者已依渔业法规定 核准在境外雇用非我国籍传员者 依本条例实行后 事为取得第26条第一项 在境外雇用非我国籍传员之许可 委员花族认等提案第43条 本条例实行前 依渔业法规定取得 于公海或他国专属经济海域作业许可者 于该许可期间 事为取得第6条第一项 之远洋渔业作业许可 本条例实行前 依渔业法规定取得对外渔业许可者 于该许可期间 事为取得第12条第一项 对外渔业合作之许可 本条例实行前 以从事远洋渔业渔货物或渔申品出购 之远洋渔业相关业者 应至第25条第三项 所定办法实行之日起 2个月内申请合准 借其未申请或未经合准 而从事远洋渔业渔货物或渔申品出购者 依第37条规定处罚 本条例实行前 经营者已依渔业法规定 核准在境外雇用非我国及船员者 以本条例实行后 事为取得第26条第一项 在境外雇用非我国及船员之许可 委员蔡白会等提案第49条 本条例实行前 依渔业法规定取得公海或 他国专属经营海域作业许可者 于该许可期间 事为取得第6条第一项之 允洋渔业作业许可 本条例实行前 依渔业法规定 取得对外渔业合作许可者 于该许可期间 事为取得第13条第一项 对外渔业合作之许可 本条例实行前 以从事远洋渔业 渔业与货物或渔产品出口 之远洋渔业相关业者 因至第26条第三项 锁定办法施行至日起 2个月内申请核准 借其未申请或未经核准 而从事远洋渔业 渔业与货物或渔产品出口者 依第41条规定处罚 本条例实行前 经营者已依渔业法规定 核准在境外雇用非我国籍传员者 于本条例实行后 事为取得第27条第一项 在境外雇用非我国籍传员之许可 委员内容等提案第49条 本条例实行前 依渔业法规定取得 渔公海或他国专属经济海域作业许可者 于该许可期间 事为取得第6条第一项之远洋 于渔业作业许可 本条例实行前 依渔业法规定取得对外渔业合作许可者 于该许可期间 事为取得第12条第一项 对外渔业合作之许可 本条例实行前 以从事远洋渔业 渔业货物或渔産品出口 之远洋渔业相关业者 因此第25条第三项 所定办法实行 自日起二个月内申请合准 借其未申请或未经合准 而从事远洋渔业 渔业货物或渔産品出口者 依第42条规定处罚 本条例实行前 经营者已依渔业法规定 核准在境外雇用非我国及传员者 依于本条例实行后 事为取得第26条第一项 在境外雇用非我国及传员之许可 行政院提案第47条 本条例自公布后六个月实行 委员黄道顺等提案第44条 本条例自公布后六个月实行 委员蔡卑惠等提案第50条 本条例自公布后六个月实行 委员赖内容等提案第50条 本条例自公布后六个月实行 另外宣读 OK 我们因为还有很多法案要宣读 所以待会中午休息 延长会议时间到条文宣读完毕再休息 请继续宣读 行政院含情审议 投资进行非我国及 渔船管理条例修正 草案及宣读委员等提案 行政院提案第1条 为保育海洋资源将中华民国人 投资进行非我国籍 从事渔业纳入管理 维护国际渔业次序 特制定本条例 委员黄章顺等人提案第1条 为保育海洋资源将中华民国人 投资进行非我国国籍 从事渔业纳入管理 维护国际渔业次序 特制定本条例 委员赖内容等人提案第1条 为保育海洋渔业资源 将我国人投资进行对 非我国及渔船 从事渔业纳入管理 本条例自主管机关为行政院农业委员会 委员黄章顺等第2条 本条例自主管机关为行政院农业委员会 委员赖内容等人提案第2条 本条例自主管机关为行政院农业委员会 行政院提案第3条 本条例用词定义如下 1.海外 此非属我国领海及专属经济海域 2.投资只将资金 捕捞工具或设备权利等 具有一定金额或比例 上市财产单独或共同经营 3.经营 只以自由或租认之渔船 从事捕捞买卖运送及进出渔货 或渔产品之营运 4.从事一月 只以自由或租认之渔船为捕捞 买卖运送及进出口渔货物 或渔产品之行为 5.洗渔 只下游下游各目行为之一 1.以我国渔船 以我国籍渔船名义 贩卖或转让非我国籍渔业捕捞 国际渔业组织所规范之渔种之渔货物 或渔产品 2.以中华民国人投资经营非我国渔船名义 贩卖或转让其他渔船捕捞 国际渔业组织所规定 渔种之渔货物或渔产品 6.关系人指持有或保管渔船之渔货 数量出月期间渔据渔捞方法 及有关其投资或经营资料之人 前向第二款锁定一定金额或比例 由主管机关公告之 我用黄昭顺等人提案 第三条 本条利用词定义如下 1.海外紫飞属我国海域及专属经济海域 2.投资只将资金捕捞工具或设备及权利等 具有一定金额或比例以上之财产 单独或共同经营渔业 3.经营指以自由或租赃之渔船 从事捕捞买卖运送及进出渔货物或渔产品之营运 4.从事渔业之以自由或租赃之渔船 为捕捞买卖运送及进出口渔货物及或渔产品之行为 5.洗语指有下列各募行为之一 1.以我国渔船名义 买卖或转让非我国籍渔船捕捞国际渔业组织所规范 渔种之渔货物或渔产品 2.以中华民国人投资经营之非我国籍渔船名义 贩卖或转售其他渔船捕捞国际渔业组织所规范 渔种之渔货物或渔产品 6.关系人只持有或保管渔船之渔货数量 出约期间渔具渔捞方法及有关投资或经营资料 这人前向第二款锁定一定金额或比率 由主管警官告知 我约赖瑞龙等人提案第三条本条例用词定义如下 1.海外 指非属我国领海及专属经济海域至海域2 投资指将资金补料工具或设备及全力进行 也许有一定金额或比例之财产 单独或共同经营之渔船 从事补料买卖运送及进出口货物或预产品 运送是从事渔业 只以自由或租认之渔船为补料买卖运送及进出口 渔货物或预产品之行为 5月的指一 渔业法第四条第一项所定 渔业经营渔业之人 6.洗渔业之下的个目行为 1.以我国及传名义贩卖或转让 非我国及渔船补料国际渔业组织所规范 与种之渔货物或预产品 2.以我国投资人经营 非我国及渔船名义贩卖或转让 其其他渔船保务国际渔业组织所规范 与种之渔货物或渔产品 7.关系人只持有或保管渔船之渔货数量 除为其他渔据渔捞方法 及其他有关投资或经营资料之人 前向第二款所定一定金额或比例 由主管机关公告之行政提案第四条 中韩民国人非经主管机关许可 不得投资经营非我国及渔业 与海外从事渔业前向投资经营 有下的行之一者主管机关应不予许可 以许可者主管机关应予废 之一渔船传奇国对该国渔船欠缺管控机制 二渔船传奇国对被他国国际渔业组织 或其他经营整合组织列为打击非法 未报告及不受规范于业不合作之国家 或打击非法未报告及不受规范于捞作业 业不合作警告名单之国家两年以上 三从事渔业之种类及作业海域 为国际渔业组织所规所管理 而渔船传奇非该组织会员国或合作非会员国 四渔船经国际渔业组织列入非法未报告 及不受规范于捞作业之渔船名单 第一项之许可之条件申请程序审查废止条件 及其他应遵律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职委员黄道顺等人提案 第四条中华民国人非经主管机关许可不得筹资 经营非我国籍渔船与海外从事渔业 全项投资经营有下列情境之一者 主管经关应不许可 以许可者主管经应允许废止 一渔船传奇国对该国渔船欠缺管控机制 二渔船传奇国被他国国际渔业组 其他经济整合组织列为打击非法未报告 及不受规范于捞作业不合作之国家 或打击非法未报告及不受规范于捞作业不合作 警告名单之国家两年以上三重 四渔业组列及其作业海域为国际渔业组织所管理 而渔船传奇国非该组织会员国或合作非会员国 四渔船经国际渔业组织列入非法未报告及不受规范于捞作业之渔船名单 第一项许可之条件 申请程序审查废止条件 其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订职委员赖任容等人提案 第四条我国人非经主管机关许可不得投资经营 非我国籍渔船于海外从事渔业 以前向投资有下列行业之一者 主管机关应不与许可 或以许可者主管机关应与废止 一渔船传奇国对该国渔船欠缺管控机制 二渔船传奇国被他国国际渔业组组 或其他经济整合组织列为打击非法未报告及不受规范 渔捞作业不合作之国家或打击非法未报告及不受规范 渔捞作业不合作警告名单之国家两年以上 三从事渔业组织总类或海域为国际渔业组织所管理 而渔船传奇国非该组织会员国或合作非会员国 四渔船经国际渔业组织列入非法 未报告及不受规范渔捞作业之渔船名单 第一项之许可之条件申请程序 审查废止条件 其下应遵循四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制 第五条 依前条规定取得许可者应向主管机关 定期申报有关作业资料 前项申报作业资料之期间 总类内容方式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制 委员黄注组等人提案第五条 依前条规定取得许可者应向主管机关 申报有关作业资料 前项申报作业资料之期间 总类方法内容方式或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制 委员赖若荣等人提案第五条 依前条规定取得许可整应向主管机关定期申报有关作业 前项申报作业资料之期间 总类内容方式及其他相关事项是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 行政提案第六条 中华民国人投资经营非我国旗渔船与海外从事 渔业应遵守主管机关参着国际渔业组织保育定定之作业办法 及传递国会沿岸国所定相关作业规范 前项办法包括作业许可渔船作业海域作业期间 渔船从未回报渔据渔捞方法渔或配额之管理措施 及其他应遵循之事项 委员黄道顺等人提案第六条 中华民国人投资经营非我国旗渔船 于海外从事渔业应遵守主管机关参着国际渔业组织保育措施定定之作业办法 及传递国或沿岸国所定相关作业规范 前项办法包括作业许可渔船作业海域作业期间 渔船从未回报渔据渔捞方法渔或配额之管理措施 及其他应遵循之事项委员黄道顺等人提案第六条 我国人投资经营非我国旗渔船于海外从事渔业 除应遵守第四条规定取得许可外 并应遵守主管机关参着国际渔业组织保育条例定定之作业办法 前项办法包括作业许可渔船作业水域作业期间渔船从未回报渔据渔捞方法 渔获配额之管理措施及其他应遵循之事项 行政院提案第七条 主管机关为渔业管理之需要的要求 关系人提出渔获数量作业期间渔据渔捞方法之报告 主管机关一必要时得派员对关系人有关机关购或团体进行调查 并要求提示交付非我国旗渔船投资经营之有关资料 前两项报告或调查遇有急迫情形时 主管机关得派员至有关处所实施检查 并得询问关系人前三项执行之人员 因主动出示有关执行职务之证明文件或显示识别标志 关系人或有关机关购团体对于第一项之第三项之调查 检查或提出报告提示交付有关资料之要求 不得规避妨案或拒绝 委员黄道顺等人提案第七条 主管机关为渔业管理之需求 得要求关系人提出渔获数量作业期间渔据渔捞方法之报告 主管机关一必要时得派员对关系人对关系机构或团体进行调查 并要求提示交付我国旗渔船投资经营之有关资料 前两项报告或调查预有紧急迫视之外 机关得派员至有关处所实施 检查并得询问关系人前三项执行之的原因 主动提示有关执行职务之证明文件或显示识识别之标志 关系人或有关机关购团体第一项之第三项之调查 检查或提出报告提示交付有关资料之要求 不得规范妨案或拒绝 委员赖入容等人提案第七条 主管机关为调查涉嫌违反本条例规定之事 得要求关系人出具余或数量出业期间余据余捞方法之报告 出管机关一必要时得派员对关系人有关机关购或团体进行调查 并要求提示交付非我国际预传投资经营之有关资料 前两项锁定有关资料事实的主管机关的派员至有关处所实施检查 并得询问关系人前三项规定执行调查或检查 之人员因主动出示有关执行职务之证明文件 或显示识识别之标志关系人或有关机关购 调理队第一项之第三项之调查检查或提交 或提出报告提示交付有关资料之要求 不得规避访问或拒绝 行政院提案第八条 中华民国人投资经营非我国际渔船 于海外从事渔业不得有下列重大违规行为 第一投资经营有第四条 第二项各款情形之一之渔船 二无船及国之渔业作业许可 三未经船民国许可从事海上转载 港内转载或港口泄于是 未经沿岸国许可进入该国管辖海域作业 伪造土改或遮蔽船民船港及民或国际识别编码之渔船标志 六未依国际船机国规定装设船位回报器 故意使船位回报不正确或使船位回报器失去工人 七渔船总货量已获得该国船机许可之渔航量 能继续捕捞有配额限制之渔总 八于国际渔业组织所定之禁渔期或禁渔区作业 九使用国际渔业组织禁止使用之渔具 十捕捞持有转载或卸下销售国际渔业组织禁止捕捞 这一种十一未依国际规定缴交或填报 渔绕日资或渔获通报或渔绕日资或渔获通报资料 填报不时十二未依第五条规定办理申报或申报资料 与事实不符十三规避防案或拒绝 传言国或国际渔业组织所指派观察员进行观察作业实事 规避妨碍或拒绝主管机关一第七条第二项之调查 或第三项之检查实物隐瞒篡改或破坏违反本条例之相关证券十六 提供本船申领之渔船证明书 供他船使用或本船渔获物 执他船所领渔获证明书销售 十七伪造变更或冒用渔获证明书 或故意使用经伪造或变造之渔获证明书销售 渔获物或渔产品十八 与国际渔业组织列入非法未报告及不受规范作业渔船之名单 至渔船或无国及船渔获物或韩国转载或补籍 前项第八款之禁渔期或禁渔区 第九款禁止使用是渔具第十款禁止补育的渔种 及第十八款非法未报告及不受规范渔捞作业之渔船名单 由主管机关公告之委员黄照顺等人提案第八条 中和美国人投资经营非我国籍渔船于海外从事渔业 不得有下列重大违规行为 一 投资经营有第四条第二项各款情形之一 之渔船二 无船及国是渔业作业许可 三 未经船迪国许可从事海上转在港内船流或港口 卸渔市未经沿岸国许可进入该国管辖海域作业 五 伪造土改或遮蔽船名船及港名或国际识别编码之渔船标示 六 未经国际国规定装设船未回报 七 故意使船未回报不正确或使船未回报器失去功能 七 渔船总货量已超过该船籍国所许配之渔获量 能继续补捞有配额限制之渔种 八 于国际渔业组织所定制禁渔期或禁渔区作业 九 使用国际渔业组织禁止使用之渔记时 补捞持有转载或卸下销售国际渔业组织禁止补捞之渔种 十一 未依国际传国缴交或填报 渔捞日制或渔获通报或渔捞日制或渔获通报资料填报不时 十二 未依第五条规定办理申报或申报的资料与事实不符 十三 规避妨碍或拒绝传及国际渔业组织指派之观察 进行观察作业十四 规避妨碍或拒绝主管机关 一 第七条第二项之调查或第三项之检查 十五 隐瞒创改或破坏违反本条例之相关证据 十六 提供本船申领之渔获证明书 供他船使用或本船渔获持他船所领渔获证明书销售 时机伪造变更或冒用渔获证明书或故意使用 经伪造或变造渔获证明书销售 渔获证明书销售 渔获证明书 十八 与国际渔业组织立入非法未报告及不受 规范渔捞作业渔船名单之船渔船或无国及船舶联合作业 转载或补给 前向第八款之禁渔期或禁渔区 第九款禁止使用之渔具第十款禁止补渔种及第十八款 非法未报告及不受规范渔捞作业之渔船名单 由主管机关公告之委员赖瑞荣等人提案第八条 我国人投资经营非我国及渔船 于海外从事渔业不得有下列重大违规行为 一 投资经营有第四条第二款各款情形之一 至渔船 二 无船机国之渔业作业许可 三 未经船机国许可从事海上转战 港内转载或港口限于 四 未经沿岸国许可进入该国管辖海域作业 五 蓄意伪造土改或遮蔽船名 船籍港名或国际识别编码之渔船标示 六 未一 国际船规定装设船位回报器 故意使船位回报不正确或使船位回报器失去功能 七 渔船总货量已超过船籍国许可之渔货量 仍继续捕捞有配额限制之渔种 八 于国际渔业组织所定之禁于期或禁于驱住业 十 九 使用国际渔业组织禁止使用之渔计时 蓄意捕捞持有转载或卸下销售 国际渔业组织禁止捕捞至渔种且捕捞渔种之数量已达明显无 犯议十一 未一 船机国规定缴交或填报 渔绕日誌或渔获通报或渔获通报资料蓄意填报不实 十二 未一 第五条规定办理申报或所申报的资料与事实不符 十三 规避妨碍或拒绝船机国或国际渔业组织指派观察员进行观察 十四 规避妨碍或拒绝主管机关 一 第七条第二项之调查或第三项之检查 十五 隐瞒篡改或破坏违反本条例之相关证据 十六 提供本船申领之渔获证明书供他船使用或本船渔获持有他船所领 渔获证明书销售 十七 伪造变更或冒用渔获证明书或故意使用经伪造或变更之渔获证明书 销售渔获物或渔产品 十八 国际渔获与国际渔业组织列入非法会议报告 及不受规范渔捞作业名单之渔船或无国及船舶联合作业转载或补给 前项第八款之禁渔其禁渔区第九款禁止使用之渔机第十款禁止补鱼种 及第十八款非法未报告及不受规范渔捞作业之渔船名单由主管警官公告之 行政院提案第九条中华民国人物投资进行非我国籍渔船从事洗渔者 除六个月以上三年以下有机图金并给新台币六百万元以上三千万元以下罚金 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应犯前项之对者 除以前项规定处罚外对该法人或自然人应可以前项之罚金 中华民国人在中华民国领域外犯第一项之罪者 不问犯罪地之法律有无处罚规定均一本条例处罚 中华民国人投资进行非我国籍渔船犯第一项之罪者 主管机会因废止其投资进行非我国籍渔船之许可 我用黄道顺等人提案第九条 中华民国人投资经营非我国籍渔船从事洗渔船 除六个月以上三年以下有机图金并给新台币六百万元以下三千万以下罚金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应犯前项之罪者 除以前项规定处之外对该法人或自然亦可以前项之罚金 中华民国人在中华民国领域外犯第一项之罪者 主管机会因废止其投资进行非我国籍渔船之许可 但在外国以受刑之全部或一部执行者得免其刑或全部或一部之执行 委员赖六龙等人提案第九条 我国人投资进行非我国籍渔船从事洗渔船 除六个月以上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得定天罚币新台币三千万以下罚金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应犯前项之罪者 除以前项规定处罚外对该法人或自然亦可以前项之罚金 我国人在中华民国领域外犯第一项之罪者不问犯罪地之法律 有无处罚规定 均以本条例处罚 但在外国以受刑之全部或一部执行者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之执行 我国人投资进行非我国籍渔船 犯第一项之罪者主管机会因废止其投资进行非我国籍渔船之许可 行政的提案第十条 中华民国人违反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依下列规定处罚 主管机关并得废止其投资进行非我国籍渔船之许可 一 总东北500以上之渔船 处新台币600万以上30万以下之罚还 二 总东北100以上未满500渔船 处新台币400万以上2000万以下罚还 三 总东北未满100渔船 处新台币2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罚还 依前项规定所处罚还低于渔获或渔产品之价值 按该渔获或渔产品之价值处以最高五倍之罚还 中华民国人最近三年内违反 第八条第一项同管刑事达两次以上 或违反第八条第一项 其次达三次以上者 依下列规定处罚 主管机关并废止其投资经营非我国籍渔船之许可 一 总东北500以上渔船 处新台币900万以上4500万以下罚还 二 总东北100以上未满500渔船 处新台币600万以上3000万以下罚还 三 总东北未满100渔船 处新台币300万以上1500万以下罚还 依前项规定所处罚还低于 余货物或余产品之价值者按该余货物或余产品之价值 处于最高八倍之法还 第二项及前项余货物或余产品之价值 已该余货物或余产品前三年之国内市场平均价格计算之 委员黄正顺等人提案第十条 中华民国人违反第八条第三规定者 依下列规定处罚 主管机关并得废止其投资 经营非我国际渔船之许可 倘所经营之外籍渔船 非属事前报备核准之IUU渔船 另一下列罚则处罚 一 总东北500以上渔船 处新台币600万以上3000万以下之罚还 三 二 总东北100以上未满500船 渔船处新台币400万以上2000万以下罚还 三 总东北未满100渔船处新台币2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罚还 依前项规定所处罚还原低于余货物 余产品之价值按该余货物和余产品之价值 处以最高五倍之法 中华民国人民最近306违反第八条第一项款式 达两次以上或违反第八条第一项情势 达三次以上的依下列规定处罚 主管机关并废止其投资经营我国非属国区加许可 一 总东北500以上之渔船处新台币900万以上 4500万以下罚还 二 总东北100以上未满500渔船处新台币600万以上3000万以下罚还 三 总东北未满100渔船处新台币300万以上1500万以下罚还 一 前项规定所处罚还低于余货物和余产品之价值者 按该余货物和余产品之价值处以最高八倍之罚还 第二项及前项余货物和余产品之价值 以该余货物和余产品前三连制国立市场平均价格计算之 委员赖入容等人提案 第十条我国人违反第八条第一项规定处新台币1000万元以下罚还 并得废止其投资进行非我国及余传人之许可 依前项规定所处罚还低于余货物和余产品之价值者 按该余货物和余产品之价值处以最高五倍之罚还 我国人最近三年内违反第八条第一项同款情势 达两次以上我违反第八条第一项情势达三次以上者 处新台币300万元以上1500万以下罚还 并得废止其投资进行我国及余传人之许可 第一项规定所处罚还低于余货物和余产品之价值者 按该余货物和余产品价值处以最高八倍之罚还 第三项其前项余货物和余产品之价值 以该余货物和余产品前三年之国内市场平均价格计算之 行政提案第十一条 中华民国人投资进行非我国及余传人 与海外从事一月有限的行政势者 取新台币2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之罚还并得暗次处罚 一为一第四条第一项规定取得虚可 与海外从事一月二为一第六条第一项规定 遵守船籍国或沿岸国所定相关之作业规范 或违反主管机关一第六条第二项所定办法中 有关重大违规行为以外之作业许可 余船之作业海域作业期间余船从未回报 余据余捞方法或余货而知管理措施 三规避防御或拒绝主管机关一第七条第一项之要求提出报告 委员黄沢顺等人提案第十一条 中华民国人投资经营我国破口机遗传 与海外从事一月有下的行政制计则 主席来币200万元以上1000万以下 法案并得暗次处罚 一为一第四条第一项规定取得许可 于海外从事一月二规避防御或拒绝主管机关 一第七条第一项之要求提出报告 委员赖若隆等人提出第十一条 我国人投资经营非我国机遗传 与海外从事一月有下的行政制计则 主席来币1000万元以下之法案并得暗次处罚 一为一第四条第一项规定取得许可 于海外从事一月二规避防御或拒绝主管机关 一第七条第一项之要求提出报告 行政制计则第十二条 中华民国人投资经营非我国机遗传 从事洗衣其同时投资经营我国国机遗传者 得依其洗衣数量扣点 其投资经营我国机遗传价值之余或配额 委员黄昭顺等人提案 第十二条 中华民国人投资经营非我国机遗传 从事洗衣其同时投资经营我国机遗传者 得依其洗衣数量扣减其投资经营我国遗传 我国机遗传相当价值之余或配额 委员黄昭顺等人提案 第十二条 我国人投资经营非我国机遗传 从事洗衣其投资同质 从事经营我国机遗传者 得依其洗衣数量扣减其投资经营我国机遗传 价值之余或配额 行政院提案 委员赖瑞荣提案 第十三条 我国人违反本条例 违反同时违反外国行政法 义务并受外国处罚者 得以减轻或免除其罚缓之处罚 行政院提案第十三条 本条例制公布后六个月实施 委员黄昭顺等人提案 第十三条 本条例制公布后六个月实施 委员赖瑞荣等人提案第十四条 本条例制公布后六个月实施 行政院韩行审议 渔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本院委员赖瑞荣等17人 拟据渔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行政院提案第七条之一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主管机关得不予合法渔业证照一 经主管机关一本法或远扬渔业条例 规定撤销或废止渔业证照二 于传经末路 没收或末路三 传播未经中央主管机关许可输入 四 依第十条限制或停止渔业经营之期间内 五 依本法或远扬渔业条例 收回渔业证照处分尚未执行完毕 六 依本法或远扬渔业条例 所组织华环尚未缴纳 七 渔业人变更前 现有渔业人有违反本法或远扬渔业条例 主管机关尚未处分 赖瑞荣委员等第七条之一 有下来请因之一者 各级主管机关不予合法渔业证照 一 经渔业主管机关撤销渔业证照者 二 渔传经末收获末路 三 传播未经中央主管机关许可输入 四 依第十条限制或停止渔业经营之期间内 五 一 本法或远扬渔业发展条例 收回渔业证照 处分尚未执行完毕 六 一 本法或远扬渔业发展条例 所组织华环尚未缴纳 七 渔业人变更前 现有渔业人有违反本法或远扬渔业发展条例 主管机关尚未处分 行政委提案第39条 删除 赖委员等提案第39条 删除 行政委提案第40条 删除 赖委员等提案第40条 删除 行政委员提案第40条之一删除 赖瑞隆委员等提案第40条之一删除 行政委员提案第40条之一删除 赖瑞隆委员提案第40条之二删除 行政委员提案第47条删除 赖瑞隆委员等提案第47条删除 行政委员提案第49条 主管机关得派员至渔业人之渔船 渔业泉渔场 陆上渔温或其他有关场所 检查其余货物 余据布具及其他物件 并得询问关系人 海岸巡航机关得依其职长派员至渔业人之渔船检查 及询问关系人 关系人均不得规避妨碍或拒绝 为前项检查发现有关于渔业犯罪之刑事 不及及时洽请司法机关为搜索或扣押之处置时 得将其渔船于货物或其他足以证明犯罪事实之物件 再与扣留 发现其他违反本法行事 得先得将其货物 余据其他物件先与封存 为前项扣留或封存时 应有该渔船或该场所之管理人员或其他公务员在场作证 扣留或封存物件时应开列清单 第一项人员于执行检查时 应提示身份证明及指定检查范围之机关证件 其未经提示者被检查人得拒绝之 行政院提案第61条 违反主管机关1第44条第一项第三款 所为之余据余法之限制或禁止公告事项者 除6月以下有期读刑 拘役或科或并科性来比3万元以下罚金 行政院提案第63条之一删除 赖瑞隆委员等提案第63条之一删除 赖瑞隆委员等提案第63条之二删除 行政院提案第67条删除 赖瑞隆委员等提案第67条删除 行政院提案第68条 依第60条第61条第62条第三款 第64条第65条第1款自第三款第6款 至第8款所为之处罚 其彩补或载运之于货物或余据 不问属何人所有得没入之 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没入时 追征其价格 赖瑞隆委员等提案第68条 依第60条第61条第62条第三款 第64条第65条第1款自第三款 第6款自第8款所为之处罚 得没入或得没收或没入其财补或载运之于货物或余据 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没收或没入时 追征其价格 行政院提案第71条 本法制公布日施行 但中华民国圈年圈月圈日修正之第7条之一 第39条第40条第40条之一 第40条之二第63条之一 第63条之二及第68条条文 自公布后6个月施行 赖瑞隆委员等提案第71条 本法制公布日施行 但中华民国圈年圈月圈日修正之第7条之一 第39条第40条第40条第40条之一 第40条之二第63条之一第63条之二及第68条条文 自公布后6个月施行 逾越法部分宣读完毕 另外宣读修正动议部分 修正动议 首先宣读远洋逾越越条例的部分 提案是管毕临委员 管毕临等委员提案第13条 中华民国人不得有下列重大违规行为 一无渔业证照 无第六条第一项之远洋渔业作业许可 或收回渔业证照处分执行期间 从事远洋渔业 二 唯一第九条第一项规定 装设船位回报器或电子渡货回报系统而出港 三 唯一第十一条第一项规定 经主管机关许可从事海上转载 港内转载或港口泄鱼 四 唯一前条第一项规定经主管机关核准 进入他国管辖海域从事远洋作业 五 伪造土改或故意遮蔽中英文船及港民 渔船统一编号或国际识别号码之渔船标志 六 从事远洋作业时故意使船位回报不正确 或使船位回报器失去功能 七 由配合限制之渔种 渔船种鱼货量已超过主管机关一 第十条第二项第四款所定办法规定许可之配额 人需去补捞该鱼种 八 于禁渔其或禁渔区从事鱼捞作业 九 使用主管机关禁止之渔具 十 从事未经主管机关许可之渔业种类 十一 蓄意补捞持有转载或卸下销售进补鱼种 十二 唯一第十条第二项所定办法填报 交缴余捞日志或余捞通报 或余捞日志或余捞通报资料填报不实 经主管机关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者 十三 规避妨碍或拒绝主管机关国际渔业组织或渔业合作国 指派之观察员进行观察任务 十四 规避妨碍或拒绝第十一条第一项之查核 第十二条第二项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一项第二十五条第一项之检查 第二十五条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集合之规定 十五 伪造变造湮灭或引力有关违反本条例规定之证据 十六 提供本船申领之渔获证明书供他船渔获物使用 或本船渔获物持他船所领渔获证明书销售 十七 伪造变造或冒用渔获证明书或故意使用经伪造或变造之渔获证明书销售渔获物或渔产品 十八 与国际渔业组织列入非法未报告及不受规范渔捞作业渔船 名单之渔船或无国籍传播联合从事渔捞作业转载或补给 十九 名之渔获物或渔船品来源有下列情形之一和买卖或加工 一 有第一款自前款情势之一 二 为国际渔业组织列入非法未报告及不受规范渔捞作业渔船名单之渔船所补捞 前项第八款之禁渔期及禁渔区 第九款禁止使用之渔具 第十一款禁止渔种及第十八款第十九款第二幕非法未报告及不受规范渔捞作业渔船名单 由主管机关公告之 管毕临等委员提案第二十三条 主管机关得派员至前条之渔船或有关办公处所 仓储场所或其他场所检查其余货物或于产品布具及其他物件 并得询问关系人关系人不得规避妨碍或拒绝 必要时得会同海岸巡防机关或警察机关人员办理 前述检查过程应做成记录存查 执行前项检查后 有试证显示该船从事或协助非法 未报告或不受规范渔捞作业 主管机关应拒绝提供该船卸货 转载包装渔货加工加油补给维修或其他港口设施服务 并限制该船离港 但于船员基本生活所需范围内之补给不再此限 前项检查结果之相关结果 相关资料 主管机关应通知该船 企国相关国家及国际渔业组织 主管机关依前项规定通知后 于60日内未接或传奇国相关国家或国际渔业组织 书面请求协助或经双方咨询未达成协议时 得令该船限期离港 管闭令等提案第25条 主管机关得派员至远洋渔业相关业者之传播 办公处所、仓储场所或其他有关场所 检查其余货物或余产品布局及其物件 并得询问关系人 关系人不得规避环碍或拒绝 必要时主管机关人员得会同海岸巡视机关 或警察机关人员前往检查 前述检查过程应做成记录存查 远洋渔业相关业者 从事远洋渔业渔货物或余产品出口者 应建立采购、销售于货物或余产品行为规范及作业流程 并经主管机关核准时得为之 前向申请人之资格条件 余货物或余产品种类 应被文件、核准与废止条件 采购、销售之申报、核销、集合 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 依第二项规定经主管机关核准从事远洋渔业渔货物或余产品出口之远洋渔业相关业者 使得申请合发渔货证明书 前向渔货证明书之申请程序条件 应被文件、核销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 管闭林委员等提案第34条之一 主管机关应按国际渔业组织要求观察员涵盖比例 编组预算配置远洋渔业观察员 蔡北惠等委员提案修正动议第35条 为鼓励经营者引进及执行与维护海洋生态环境 或远洋渔业永续经营相关之新科技及新技术 或使用与保存传统渔业文化相关之传统永续渔法 主管机关得视政府财政状况着于补助 前项与维护海洋生态环境或远洋渔业永续经营相关之新科技及新技术 或于保存传统渔业文化相关之传统永续渔法 由主管机关公告之 邱一银等委员修正动议第4条 本条例用词定义如下 1. 鱼捞作业只探寻、诱集、捕捞海洋渔业资源 载运、卸下、储存、加工、包装于货物或于产品 或为鱼捞作业提供补给之行为 2. 鱼船只从事鱼捞作业之船破 3. 远洋渔业只使用渔船于公海或他国内水林海或专属经营海域 以下简称他国海域 从事鱼捞作业之行之行业 4. 海洋渔业资源只可供渔业利用之海洋生物资源 5. 经营者只经营远洋渔业者 6. 从业人 指渔船船员及其他为经营者铺捞卸下或运搬渔货物或于产品之人 7. 远洋渔业相关业者只从事远洋渔业渔货物或于产品加工运送 仓储买卖代理销售或出口之相关业者 8. 国际渔业组织 指我国参与之一国际条约或协定所成立之国际渔业管理组织 区域或次区域渔业管理组织 9. 养护管理措施 指国际渔业组织为保育管理海洋渔业资源所通过 并生效据约束力之建议或决议案 10. 海上转载 指于港区范围以外之海域 将渔货物或渔产品从渔船或渔船以外传播 转移至其他渔船或渔船以外传播之行为 11. 港内转载 指于港区范围内之海域 将渔货物或渔产品从渔船或渔船以外传播 移转至其他渔船或渔船以外传播之行为 12. 港口泄渔 指于港区范围内之海域卸下渔货物或渔产品之行为 13. 观察员 只由主管机关 国际渔业组织或渔业合作国 指派在渔船负责执行查核 收集资料 采取生物体标本等观察任务之人 14. 非法捕捞作业 只下列行刑 1. 渔船在国家管辖海域内未经许可或违反该国法令 从事渔捞作业 2. 国际渔业组织废原国之渔船 违反该组织之养护管理措施 或违反国际法有关规定从事渔捞作业 3. 国际渔业组织合作非废原国之渔船 违反该国法令或国际义务从事渔捞作业 15. 未报告渔捞作业只下列情形 1. 从事违反船级国法令规定 未向该国主管机关报告或虚报之渔捞作业 2. 从事违反国际渔业组织报告程序 未向该组织报告或虚报之渔捞作业 16. 不做规范渔捞作业只下列情形 1. 无国籍渔船 非国际渔业组织会员国或捕鱼实体之渔船 在国际渔业组织适用海域内 从事违反该组织养护管理措施之渔捞作业 2. 以违反国际法赋予国家养护海洋渔业资源责任之方式 于未实施养护管理措施之海域从事渔捞作业 或捕捞未实施养护管理措施之海洋渔业资源 17. 传奇国 指船舶有资格悬挂之国旗所属国家 18. 传奇海域 指临街临海外侧至距离临海基线200里兼之海域 丘印等提案修正动议第五条 主管机关应运用预警原则以及生态系统为基础之方法 采用可取得之最佳科学建议 并参考国际条约协定及养护管理措施 定定下列事项之行动计划并公告之 1. 海洋渔业资源之保育管理利用 及最大可持续生产量之维持 2. 海洋渔业资源及海洋生态环境改变之因应措施 3. 远洋渔业之发展目标发展策略及计划执行步骤 4. 渔劳能力及海洋渔业资源之横平措施 5. 因应远洋渔业产业结构调整 针对经营者从业人及远洋渔业相关业者之辅导补助措施 6. 远洋渔业监督管理制度及其相关能力资源建制训练 7. 远洋渔业能力资源之训练及相关科技设备之发展 8. 与他国及国际渔业组织之合作 9. 预防制止与消除非法未报告及不受规范渔捞作业 10. 其他有效管控远洋渔业相关事项 邱毅寅等提案修正动议第6条 国人从事远洋渔业因依渔业法及本条例取得渔业证照 并向主管机关申请合发远洋渔业作业许可 第一项作业许可之申请资格条件应被文件程序 总容许渔船传数顿位数或渔舱容积总容许渔获量废止条件 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 委员邱毅寅等提案修正动议第9条 从事远洋渔业之渔船因装船位回报器及电子渔获回报系统 使得出港 前项传位回报器电子渔获回报系统电子海图及监控管控中心设备 之规格及使用办法由主管机关统一订定提供并公告之 第一项传位回报器及电子渔获回报系统之辅导使用办法 及监督管控中心设置监督管控办法由主管机关考量远洋渔船 经营形态差异订定并公告之 抽一云委员等提案等修正动议第13条 中华民国人不得有下列重大违规行为 一无渔业证照或收回渔业证照处分执行期间从事远洋渔业 二位一第9条第一项规定装船位回报器或电子渔获回报系统而出港 三位一第11条第一项规定金竹馆机关许可从事海上转载港内转载或渔航或港口泄鱼 四位一前条第一项规定经主管机关核准进入他国管辖海域从事远洋作业 五位造图改或故意遮蔽中英文船名船籍港名 渔船统一编号或国际识别编号之渔船标志 六位从事远洋作业时故意使船位回报不正确或使船位回报器失去功能 七位由配额限制之渔种渔船种渔数量以超过主管机关一第十条第二项第十款锁定办法规定许可之配额 能继续补捞该渔种 八位于禁渔期或禁渔区从事渔捞作业 九位使用主管机关禁止之渔据 十位从事未经主管机关许可之渔业种类 十一位故意捞补持有转载或卸下销售进捕渔种或体肠过小渔猎 十二位一第十条第二项规定办法填报 交交余捞日记或渔获通报资料故意填报不实或严重错误 十三规避妨碍或拒绝主管机关国际渔业组织或渔业合作国指派之观察员进行观察任务 十四规避妨碍或拒绝第十一条第一项之检查 第十二条第二项 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一项 第二十条第一项之检查 第二十五条第三项所定办法中有关击合之规定 十五 伪造变造业面或引力有关违反本条例规定之证据 十六 提供本船申领之渔获证明书供他船渔获物使用 或本船渔获物持他船所领渔获证明书销售 十七 伪造变造或冒用渔获证明书 或故意使用经伪造或变造之渔获证明书销售于货物或于产品 十八 与国际渔获组织列入非法未报告 及不受规范渔捞作业渔船名单之渔船 或无国籍船部联合从事渔捞作业转载或补给 十九 明知渔获物或渔产品来源有下列情形之一 而买卖或加工 一 有第一款至前款情势之一 二 为国际渔业组织列入非法未报告 及不受规范渔捞作业渔船名单之渔船所补捞 前项第八款之禁渔棋及禁渔区第九款禁止使用之渔具 第十一款进捕渔种体藏过小渔类 及第十八款第十九款第二幕非法未报告 及不受规范渔捞作业渔船名单 由主管机关公告 秋衣营委员等提案修正动议第十八条 本文删除 秋衣营委员等提案修正动议第十条 主管机关德委托专业机构办理下列事项 一 提供远洋渔业产业咨询及辅导 二 渔船电子渔获回报软体之开发及管理 三 远洋渔业整合资讯系统之开发与管理 四 港内转载或港口泄渔之检查 秋衣营委员等提案修正动议第十六条 经营者或从业人员有第十三条第一项重大违规行为之一者 依下列规定经储经营者罚还 并得收回其逾业证照二年以下或废止之 已经违反第十一条第二项或第十七条第一项重大违规行为 而取得于货物或于产品之价值五倍为原则 处金来币二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划还 依前项规定所处划还低于于货物或于产品之价值者 按该于货物或于产品之价值处以最高五倍之划还 经营者或从业人员最近三年内有第十三条第一项之同款重大违规行为达二次以上 或有第十三条第一项之重大违规行为达三次以上者 依下列规定处经营者罚还并收回其逾业证照二年以上三年以下或会止之 已经违反第十一条第二项或有第十七条第一项重大违规行为 而取得于货物或于产品之价值八倍为原则 处金来币三百万元以上一千五百万元以下划还 依前项规定所处划还低于货物或于产品之价值者 按该于货物或于产品之价值处以最高八倍之划还 从业人员有第十三条第一项重大违规行为之一者依下列规定处划还 并得收回其于船员手册及干部船员职业证数二年以下或会止之 处金来币四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划还 从业人员最近三年内有第十三条第一项之同款重大违规行为达二次以上 或有第十三条第一项之重大违规行为达三次以上 依下列规定处划还并废止其渔船船员手册及干部船员职业证数 总等位一百以上未满五百渔船 处金来币六十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下划还 第二项及第四项于货物或于产品之价值 以该于货物或于产品前三年之国内市场平均价格计算之 另外远洋渔业条例苏正清等委员提案的修正动议 第一条 为落实保育海洋资源 强化远洋渔业管理 遏止非法 为报告及不受规范鱼捞作业 健全鱼货物及鱼产品之可追溯性 以促进远洋渔业永续经营特制定本条例 苏正清等委员修正动议第二条 远洋渔业依本条例之规定 本条例未规定者适用渔业法或其他法律之规定 苏正清等委员提案修正动议第五条 主管经官依运用预警原则以及生态系统为基础之方法 并采用可取得之最佳科学建议 并参考国际条约协定及养护管理措施 并定下列四项之国家行动计划并公告之 一、远洋渔业资源之保育管理利用 及最大可持续生产量之维持 二、海洋渔业资源及海洋生态环境改变之因应措施 三、远洋渔业之永续经营目标发展策略及计划执行步骤 四、渔捞能力及海洋渔业资源之恒评措施 五、远洋渔业能力资源之训练及相关科技之发展 六、与他国及国际渔业组织之合作 七、预防制止与消除非法未报告及不受规范 八、其他有效管控远洋渔业相关事项 苏正清等委员提案修正动议第六条 中华民国人从事远洋渔业 因依渔业法取得渔业证照 并向主管机关申请合法远洋渔业作业许可 前向作业许可之申请资格条件 应被文件程序期限总容许渔船数 顿位数或渔舱容积 总容许渔获量废止条件及其他 应遵循四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 苏正清等委员所提修正动议第十三条 中华民国人不得有下列重大违规行为 一、无渔业证照 无第六条第一项之远洋渔业作业许可 或收回渔业证照处分执行期间 从事远洋渔业 二、唯一第九条第一项规定 装设船位回报器或电子渔货回报系统而出港 三、唯一第十一条第一项规定 经主管机关许可从事海上转载港内转载或港口泄鱼 四、唯一前条第一项规定 经主管机关核准进入他国管辖海域从事渔捞作业 五、伪造土改或遮蔽中英文船名 船籍港名渔船统一编号或国际识别号码之渔船标志 六、从事渔捞作业时故意使船位回报不正确 或使船位回报器失去功能 七、有配额限制之渔种渔船种渔数量 已超过主管机关依第十条第二项第十款 锁定办法规定许可配额20% 仍继续补捞该渔种 八、禁渔区或禁渔区从事渔捞作业 九、使用主管机关禁止之渔据 十、从事未经主管机关许可之渔业种类 十一、明知为进捕渔种而捕捞持有转载或卸下销售进捕渔种 十二、唯一第十条第二项规定办法填报 缴交渔捞日志或渔或通报资料严重不实 十三、规避妨碍或拒绝主管机关国际渔业组织或渔业合作国指派之观察员进行观察任务 十四、规避妨碍或拒绝第十一条第一项之查核 第十二条第二项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一项第二十五条第一项之检查 第二十五条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机核之规定 十五、违照、变照、湮灭或引力有关违反本条例规定之证据 十六、提供本船申领之渔获证明书供他船渔获物使用 或本船渔获物持他船所领渔获证明书销售 十七、违照、变照或冒用渔获证明书或故意使用经违照或变照之渔获证明书或销售渔获物或渔船品 十八、与国际渔获组织列入非法未报告及不受规范渔获作业渔船名单之渔船 或无国籍传播联合从事渔获作业转载或补给 十九、明知渔获物或渔船品来源有下类情形之一而买卖或加工 一、由第一款至前款形式之一 二、为国际渔业组织列入非法未报告及不受规范渔捞作业渔船名单之渔船所补捞 前向第八款之禁渔棋及禁渔区 第九款禁止使用之渔具 第十一款禁捕鱼种及第十八款、第十九款第二幕非法未报告及不受规范渔捞作业渔船名单由主管机关公告之 苏正经委员等提案第十五条 修认动议第十五条 主管机关为渔业管理或配合国际渔业组织提交个别渔船相关资料之需要 得要求经营者、从业人或资料持有人提供渔货数量作业范围及期间 逾据渔捞方法、船尾、作业资料转载、卸渔、销售及其他相关资料 经营者、从业人或资料持有人不得拒绝 苏正经委员等委员所提修认动议第21条 渔船违反第九条第一项、第十九条第二项 前条第一项规定出港海岸巡航机关得采取适当措施 制止其出港 抗拒者得使用强制力为之 以出港者、主管机关应令其限期直航至指定港口 苏正经委员等提案修认动议第28条 主管机关于合法远洋渔业作业许可时 得向申请人收取渔业资源管理费 并绞入渔业发展基金 前项费用之收取项目、额度、收取方式、缴交期限 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 苏正经委员等提案修认动议第30条 主管机关得委托专业机构办理下列事项 一、渔船船位之监控管理 二、渔船电子渔获回报软体之开发及管理 三、渔获资料之收集、统计及分析运用 四、港内转载或港口卸渔之检查 五、观察员之指派 六、协助渔业团体执行主管机关锁定之渔业管理政策 苏正经委员等委员所提修认动议第33条 为鼓励经营者引进及执行与维护海洋资源与生态环境 或远洋与业相关之新科技及新技术 主管机关得是政府财政状况着以补助 苏正经等委员所提修认动议第34条 主管机关为促进远洋与业相关科技研究之发展 得办理下列事项 一、远洋与业资源之国际合作调查及评估 二、新远洋鱼厂之开发 三、海洋与业生物多样性之调查 四、远洋与业永续经营研究及评估 苏正经等委员所提修认动议第36条 经营者或从业人有第13条第一项重大违规行为之一者 一、下列规定处经营者划缓并得收回其与业证照二年以下 或费指资 一、总等位500以上渔船 储新来币600万元以上3000万元下滑环 二、总等位100以上未满500渔船 储新来币4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下滑环 三、总等位50以上未满100渔船 储新来币2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下滑环 四、总等位20以上未满50渔船 储新来币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下滑环 依前项规定所处滑环低于鱼货物或鱼产品之价值者 按该鱼货物或鱼产品之价值处以最高五倍之滑环 经营者或从业人最近三年内有第13条第一项之 同款重大违规行为达二次以上 或有第13条第一项之重大违规行为达三次以上者 依下列规定处经营者滑环并收回其逾业证照二年以上三年以下 或会指之 依前项规定所处滑环低于鱼货物或鱼产品之价值者 按该鱼货物或鱼产品之价值处以最高八倍之滑环 从业人有第13条第一项重大违规行为之一者 依下列规定处滑环并得收回其鱼船船员手册 及干部船员职业证书二年以下或会指之 一 总等位500以上渝船 储信台币120万元以上600万元以下滑环 二 总等位100以上未满500渝船 储信台币80万元以上400万元以下滑环 三 总等位50以上未满100渝船 储信台币4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滑环 4. 總頓位20以上未滿50餘船 處新台幣2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滑環 從業人最近3年內有第13條第一項之同款重大違規行為達2次以上 或有第13條第一項之重大違規行為達3次以上者 依下列規定處滑環 並廢止其漁船船員所設及幹部船員職業證書 1. 總頓位500以上漁船 處新台幣180萬元以上900萬元以下滑環 2. 總頓位100以上未滿500漁船 處新台幣120萬元以上600萬元以下滑環 3. 總頓位50以上未滿100漁船 處新台幣60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滑環 4. 總頓位20以上未滿50漁船 處新台幣30萬元以上150萬元以下滑環 第二项及第四项于货物或于产品的价值 以该于货物或于产品前三年之国内市场平均价格计算之 经营者或从业人有第十三条第一项重大违规行为之一 而该行为经外国政府所处罚金或划环 相当或高于所适用各该项规定划环最低额者 得依第一项第三项第五项或第六项规定 仅收回经营者余业证照、从业人传员手册及干部传员职业证书或会指示 经营者或从业人有第十三条第一项重大违规行为之一 而该行为经外国政府所处罚金或划环低于所适用各该项法定划环最低额者 主管机关裁处之划环不得欲各该项法定划环最高额之二分之一 亦不得低于各该项法定划环最低额之二分之一 且外国政府与我国主管机关所处罚金及划环之总额 不得低于所适用该项法定划环之最低额 并得依第一项第三项第五项或第六项规定 收回经营者余业证照、从业人员传员手册及干部传员职业证书或会指示 苏政经委员等人所提案修正动议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刑事质疑者 处经营者或仲介机构新台币五万元以上 二十五万元以下划环 并得收回经营者之余业证照一年以下 或会指仲介机构仲介非我国籍船员之资格及末路保证金 一、违反第二十六条定义项规定 未经许可在境外雇用非我国籍船员 二、违反第二十六条第三项锁定办法中 有关经营者与非我国籍船员双方权益事项契约内容仲介机构管理之规定 另外在蔡白会委员等人所提修正动议第三十六条 经营者或从业人有第十三条第一项重大违规行为之一者 依下列规定处经营者划环并得收回其渔业证照二年以下 或会指之 一、总顿位五百以上渔船 处新来币六百万元以上三千万元以下划环 二、总顿位一百以上未满五百渔船 处新来币四百万元以上二千万元以下划环 三、总顿位五十亿以上未满一百渔船 处新来币二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划环 四、总顿位未满五十亿渔船 处新来币一百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下划环 依前项规定所处划环低于渔货物或渔船品之价值者 按该渔货物或渔船品之价值处以最高五倍之划环 经营者或从业人最近三年内有第十三条第一项之 同管重大违规行为达二次以上 或有第十三条第一项之重大违规行为达三次以上者 依下列规定处经营者划环并收为其渔业证照二年以上三年以下或会值之 一、总顿位五百以上渔船 处新来币九百万元以上四千五百万元以下划环 二、总顿位一百以上未满五百渔船 处新来币六百万元以上三千万元以下划环 三、总顿位五十亿以上未满一百渔船 处新来币三百万元以上一千五百万元以下划环 四、总顿位未满五十渔船 处新来币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七百五十万元以下划环 依前项规定所处划环低于货物或渔産品之价值者 得按该货物或渔産品之价值处以最高八倍之划环 从业人有第十三条第一项重大违规行为之一者 依下列规定处划环并得收回其渔船船员手册 及干部船员职业证书二年以下或会值之 一、总顿位五百以上渔船处新来币一百二十万元以上六百万元以下划环 二、总顿位一百以上未满五百余船 处新来币八十万元以上四百万元以下划环 三、总顿位五十以上未满一百余船 处新来币四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划环 四、总顿位未满五十余船 处新来币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划环 从业人员最近三年内有第十三条第一项之同款重大违规行为达二次以上 或有第十三条第一项之重大违规行为达三次以上 依下列规定处划环并废止其渔船船员手册及干部船员职业证书 一、总顿位五百以上渔船 处新来币一百八十万元以上九百万元以下划环 二、总顿位一百以上未满五百余船 处新来币一百二十万元以上六百万元以下划环 三、总顿位五十以上未满一百余船 处新来币六十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下划环 四、总顿位未满五十余船 处新来币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五十万元以下划环 第二项及第四项鱼货物或鱼产品之价值 以该鱼货物或鱼产品前三年之国内市场平均价格计算制 另外渔业法有一个修正动议 是苏正卿等委员所提修正动议第四十九条 主管机关得派员至渔场人之渔船 渔业泉渔场 路上渔温或其他有关场所检查其渔货物 渔具、布具及其他物件 并得询问关西人 海岸巡航机关得依其执掌派员至渔业人之渔船检查 及询问关西人 关西人均不得规避妨碍或拒绝 为前项检查发现有关于渔业犯罪之情势 不及及时洽请司法机关为搜索或扣押之处置时 将得将其渔船、渔货物或其他足以证明犯罪事实之物件 占与扣押 发现其他违反本法情势 得将其渔货物、渔具及其他物件先与封存 前项一、为前项站与扣押或封存时 应有该渔船或该场所之管理人员或其他公务员在场作证 站与扣押或封存物件时应开列清单 第一项人员于执行检查时 应提示身份证明及指定检查范围之机关证件 其未经提示者被检查人得拒绝之 主管机关或海岸巡航机关一、第二项 为赞与扣押后 应于24小时内 恰请司法机关为搜索或扣押之处置 司法机关未同意为搜索或扣押之处置者 应于发凡 今次所有条文还是修正动议 据宣读完毕 好 今天条文及修正动议的逐条宣读完毕 我们非常感谢议事人员的辛苦 那我们明天会继续审查 本日议程处理到此为止 休息6月2号 也就是明天星期四上午9时继续开会 休息6月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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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7月2号 休息7月3号 休息6月3号 休息7月2号 休息7月2号 休息7月4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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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